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大秦》 不装了,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共同出品 第四百二十一集 听到田荣的话,天主眼睛猛的一睁 心里边冒出了几分凉气 你想抢我的齐王之位 田荣不懈地撇了撇嘴 你田都本来只是我叔父的一名副将 有我田时的几分血脉 但运气还不错 比我们鲜语到了相将军 让你参加了六国盟会 享受了这么久的齐王称号 你也该知足了 此时田都的脸色都已经是一片胀红了 我那是齐王嫡系,你们才是 不等田都把话说完 天荣就摇头说道 多说无意 田都,今日本王过来 就是邀回你假借齐王名义 接受的所有房屋钱财 你休想 此事我一定会告诉相将军 哼,果然是个愚钝之人 你以为相将军为何要派人跟在我身边呢 相将军,怎可如此啊 本王可是千国六国盟输的 签下盟输的是齐王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说完,田荣也不再理会对方 而是对一旁的蒲丛说道 来人,把伟王田都赶出去 田都此时也是喊道 快来人啊 把这些人都给本王抓起来 诡异的是没有人进来 他明白了 自己这些人手已经被对方的人控制了 眼看着对方的人越来越近 田都此时想到了什么 田荣,你又像是撑腰 本王也不是好惹的 本王与赵王交好 赵王实力雄厚 你若是敢如此对本王 以后赵王必定不会犯过你 听到赵王两个字 田荣果然是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他也听说对方了 那是一个直接干掉 同宗来稳固自己 赵氏正统地位的狠人 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呢 也是因为向良将军 想要遏制对方的发展 想到了向良来之前 跟他说过的话 田荣心里边稍微放松了一些 赵王诸杀同宗早已败坏了名声 而且就算是他实力强大 但赵国故地之旁 就是三十万清军 看死了他 本王也知道 他与如今在云梦泽之内农家圣女有关 但那里靠近暴秦腹地 实力再强他又能如何 就像现在 难不成他还能凭空出现在你的面前 不成 田都听得脸色惨白 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其他依靠了 闭着眼睛惨声说道 赵王救我 田荣看着对方这无能为力的喊叫 冷笑一声 如果赵王现在能出现在这里 本王今日就叫你三生爹 但如果他不能出现 你就要叫本王三生爹 田都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王室宗族一般也不会 也不能相互残杀 因为极易引起其他宗室的反感 不利于召集各国的移民 就连赵浪那样的狠人用的也是防守反杀 可是现在 真如对方所言 自己叫上对方三生爹 这话传出去 自己就没有称王的可能了 不 田都刚想拒绝 田荣就高声喊道 本王数三生 如果他不能到 你就准备喊人吧 忍了本王做父 你的血脉反而会高一些 一 二 三 田荣喊完 宁笑道 田都 你 碰了一声 田荣话还没说完呢 身后就发出了一声响 田荣转身一看 就看到一个极为俊朗的年轻人站在门口 哎呀 原本绝望伏地的田都看到年轻人的一瞬间 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田荣皱着眉 你是何人 对方没有打理他 而是看向了里边的田都 齐王 不过树叶不见 你怎么就多了这么大的儿子 田都听到这话顿时又哭又笑 赵王 救我 听到田都的话田荣眼睛猛的一睁 面前这个人 居然是赵王 来的人自然是赵浪 经过两天的航行 他从辽东到了东郊郡 按照齐王留的地址找到了这儿 没想到 这府邸被人看守起来了 进来以后就看到了这么一幕 赵浪此时看着田荣露出了一个笑容 那个谁 本王刚刚也听到你的话了 嗯 还希望你信守承诺 开始喊吧 田荣脸瞬间涨红 你说你是赵王 哪里的凭证 赵王怎么会独自一人出刑 把这个冒充赵王的 给本王抓起来 很快 田荣身边的两个虎辈 熊腰的护卫就朝着赵浪冲了过去 但是下一瞬 砰砰两声闷响 两个护卫捂着当 嗷嗷躺在地上直叫唤 一旁的田荣看得脸都白了 伸手指着赵浪 你身为王室宗族 怎么可以用如此下流办法 赵浪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再指着本王 你的手今后也不必要了 田荣赶紧把手放下 然后大声地说道 来人 瞬间外面就响起了一阵嘈杂声 很快一对人出现在了门口 但田荣的脸色却越发苍白了 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的 赵浪淡淡地说道 你说得对 本王怎么会一个人出行 奴子时走到了赵浪的身边 主人 人已经全部拿下了 赵浪点点头 看向了田荣 那个谁 你快点喊完 本王还有事情和齐王商讨 田荣看着倒在地上的护卫 和空无一人的外边 脸上闪过了一丝屈辱的身色 对已经爬起来的田都喊道 爹 爹 哎呀 田都听到喊声 直接怅然大笑 田荣喊完 一脸羞愧地朝外走 今天的屈辱 他以后一定要报复回来 只是才走了两步 就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已经看到赵浪拿出匕首 朝他走过来了 田荣一脸愕然 赵王 你这是要做什么 这话把赵浪给弯住了 也带着几分恶然说道 他还是杀了你啊 我们结了这么大的仇 你不会以为本王会放过你吧 不讲武德呀 听到这话 田荣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二十二集 赵浪上辈子其实一直有个疑惑 为什么历史上总会有君王能够忍辱负重 然后绝地反杀呢 那些个仇敌能不能长点心 那当然了 仇敌也是要分情况的嘛 如果说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 就把对方视为仇敌 然后非要跟对方不死不休 那这不是蠢吗 毕竟赵浪一直秉承的是以和为贵 不过现在呢 对方很明显冲着田都的齐王位来的 田都在他计划里 那是很重要的一环 看着赵浪越来越近 田荣彻底慌了 他看到赵浪眼里的真诚 赵浪是真会杀他呀 田都 田都 他很快慌乱起来 一边往后爬一边喊着 你快替我向赵王求情 我死了 宗族最后也不会支持你的 田都在听到对方的喊声之后 眼中闪过了一丝犹豫 对方刚刚欺辱他的样子 历历在目 可是如果田荣真的死在这儿 齐国遗族恐怕不会给他多少好脸色呀 再想获得支持那不难了吗 就看田荣也不敢对自己起杀心 所以用喊爹这种低级的方式 只想借此摧毁他的名声 因为同宗之间 谁都不想哪天争权独立失败了以后 就被人给宰了 所以呢 大家都遵守着不互相杀戮的底线 谁敢开这个口子 谁就是所有同宗之人的敌人 所以田都不敢冒这个风险 他需要宗族的支持 他可不是赵浪 凭借自己就能打开局面 田都开口说道 赵王 且慢 此人虽然该死 但如果他死在本王的面前 这之后大叶恐怕不利呀 一旁的田荣也是连忙开口 没错 如果赵王你杀了我 田都他也不可能坐魂王位 听到这话 赵浪微微地叭大了一下嘴巴 这确实是有点难办 田都必须要是齐王 他才能以焦东郡为跳板向着四周扩张 可这就很难受了 赵浪想了想 齐王 你说的有道理 本王这里倒是有个建议 田都很快宁神静听 田荣更是挤出了一个笑容 赵王这管说 不管什么建议 我一定答应 赵浪带着几分认真说道 齐王 我把他带出去再动手 是不是就与你无关了 天都直接傻眼了 原本准备不管赵浪提出什么要求 他都会答应的田荣 也微微张大了嘴巴 不是 这是你的建议呀 田荣这次彻底慌了 看着已经近在咫尺的赵浪 大声地说着 赵王 您放了我 我告诉您 向良要对付您的计划 赵浪停下来 眯了眯眼睛 好 你说 本王听着 向良要对付他 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得到了一丝喘息机会的田荣 此时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喘着粗气说道 赵王 您杀法果断 我需要您的一个放我走的承诺 赵浪扁解了一下嘴 这要是平时自己先发个誓 然后再下手办了对方 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田都就在旁边呢 自己如果说轻易食言 就很难收服这些人了 毕竟自己可以轻易食言杀了田荣 那为什么不会食言杀了田都呢 微微皱了一下眉 赵浪很快说道 行 本王就给你一个承诺 你说出消息 本王不杀你 听到承诺 田荣这才松了一口气 很快 他就把自己知道的消息 一一说明 赵浪也是脸色微寒 自己这些天在忙 这对方也没闲着呀 向梁这人果然厉害 如果自己要是没后手 真让他计划成功了 自己只能被限制在辽东辽西 和三十万秦军相互牵制 赵王 我知道的已经说完了 现在可以走了吗 田荣此时说道 他现在只想早点离开赵浪 赵浪有些烦躁的挥了挥手 田荣顿时连滚带爬 朝外面跑 没想到向氏居然是这种人 田都刚刚也听到了对方的话 没想到向氏居然会用这种小动作 我把田荣较爹的事情散播出去 可以打击一下他的名声 可有向氏的支持 他必定还是会争抢一些移民 赵王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赵浪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想了一阵 夏良既然撕破了脸 他就不要怪我了 无妨 我就摆明了车马 和他斗一斗 六国盟主的位置 也不是只有他相事能坐 听到赵浪的话 田都眼睛也是亮了起来 赵王说的对 本王一定全力支持你 现在他和赵浪的命运 已经是绑到一起了 赵浪好他才能好呢 只是赵王 如今向氏已经集齐了齐楚寒位 四国后人 我们这边只有赵齐寒三国后人 还是有些示弱啊 赵浪知道 其实田都还说得清了 向氏呢 有整个楚地作为基地 底蕴雄厚 而他的赵帝 被大秦边军看得是死死的 田都这边势单力薄 如今不是他自己来了 恐怕就废了 韩城那边也一样 这次没有自己的帮助 恐怕处境也不妙 这么算来 两者根本就没法比 不过赵浪没有任何慌乱 淡然说道 无妨 我这次到齐地了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事情 说着他从怀里边 拿出了一封布博 这是田老写的信 有了他 田荣在你面前 应该没有太大优势的 田都有些茫然地接过信 赵王 我叔父的信 为何会在你这里 赵浪淡然说道 田老是我的人 你先看信 帮我去安排一下 接下来的事情 听到这话 田都整个人都愣住了 赵浪此时已经朝外面走出去了 对奴说道 拿笔墨和布博来 本王要给向将军写两封信 很快 一匹快马就朝着会计 无中的方向而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 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御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二十三集 从东郊郡到会计 倒也不远 快马两天时间就能到达 两天之后 会计无中 相府内 各个县城联络的怎么样了 向良此时正在问自己的管家话呢 项羽站在一旁听着 这是项羽的要求 项羽不能只是专精于军事 也必须得懂一些内政 主人 各县的主官和豪山都已经联络过了 大家都愿意遵从您的命令 现在各县的城防也都在我们人手中 一旦起事 整个郡都可以瞬间拿下 管家笑着回道 周围的其他郡县呢 其他郡县态度有些不明确 但都有这个意向 当初老夫拼命招揽的时候 一个个都默不作声 现在暴君成病 他们一个个的心思就都活络起来了 羽儿 你要记住 这些士族豪身 看似还一心向着楚国 但其实不过是墙头杂草而已 谁强大 他们就听谁的 只有那些一直跟随在我们身边的人 才是真正忠心之人 项羽听得连连点头 他以后要称王这些也要学一学 很快 项梁继续问道 那些人和你说话的时候 提起谁更多一些 是我向师 还是楚王 管家犹豫了一下 带着几分小心 主人 年轻的都在问项羽公子的威名 年长的 还是关心楚王 项梁知道对方说得委婉了 毕竟哪个家族是年轻人掌权的 眼中微动之后项梁很快说道 我知道了 楚王那边要好生供养着 要什么给什么 但有一条 不准让他和那些人接触 管家应试 项梁转头看向了项羽 发现对方并没有丝毫介怀 笑着点点头 如今正是群雄并起的时候 我等虽以六国之名其事 但这却是我向师崛起的好时机 他原本有些担心项羽会对这件事情有些抵触 项羽此时回答 叔父 您放心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值得我敬佩 这楚王不过是一介匹夫而已 嗯 但在人前你可不能无力 等以后你都委婉起来了 再想办法把它拿开便是 项羽赞同的点点头 在他心里能跟他相提并论的就只有赵浪了 那个楚王不过是个傀儡而已 就在此时一名蒲丛匆匆地走了进来 主人 东娇俊来信 项梁直接把信接过来 东娇俊应该是田茹吧 是齐王田茹那边来消息了 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 项羽眼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叔父的安排 再说了 这齐王不是田都吗 不等项羽发问 正在看书信的项梁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 最后几乎是怒道 岂有此理 赵浪小儿居然敢如此猖狂 项羽愣了一下 这怎么还跟赵浪扯上关系了 师父 发生了什么事 项梁压住怒火 把书信递给了项羽 你自己看吧 赵浪小儿居然明目张胆和老夫说 要争夺六国盟主的位置 羽儿 你当初还想要和他并立 你看看 赵浪形势如此嚣张 他怎么可能容得下你 项羽此时也看完了信 微微皱起了眉头 的确 赵浪在信中对项梁几乎是公开宣战了 没给半点好话 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好了 羽儿你先去忙自己的 叔父去信给韩王信 看看他那边的情况 反正你知道了此人的真面目就好 说完 项梁就气呼呼地走了 项羽拿着信 也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只是踩走了几步 就看到了自己的小叔父项伯 对方打量了他一眼 就笑眯眯地走了 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于是开口问道 小叔父 何事如此欢喜啊 项伯听到问话 却是连连摆手 无事 无事 但是他脸上的笑容却是藏都藏不住 项羽顿时就有点好奇 追上去问道 小叔父 倒是何事啊 您就说吧 项伯连连说道 无事 无事啊 羽儿 你别问了 公子浪 不让我和你说 公子浪 他给你来信了 项羽顿时眉头一皱 他当然不是愚笨之人了 赵浪一边给项梁来信 一边给项伯来信 明显不对 项伯带着几分埋怨 我就说了你别问嘛 公子浪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怪我的 项羽脸色一素 带着几分严厉 小叔父 说今公子浪和我等并不同路 您可不要为了吸取钱财 泄露机密 误了大事啊 他知道自己这个小叔父贪财 所以家中的钱财都不会过他手 听到这一话 项伯脸色瞬间涨红 羽儿 你在说些什么呀 叔父是那样的人吗 我和公子浪不过是挚友而已 公子浪提都没提任何事物 还亏公子浪 拜托我看看你是否安好 还说 知道我大哥不喜欢你们来往 所以就没给你写信 没想到你却这样想他 公子浪要是知道了 该是何等的难过呀 我刚刚就不该来看你 项羽愣了一下 没想到赵浪居然还在意他 但他还是压住了心中的感情 都没说到 可公子浪方才还给大叔父来信了 其中言辞不善 还说要和我等争夺六国盟主之位 项伯带着几分不屑 我知道 这事要怪就怪大哥自己 他派人去公子浪的盟友身边搞鬼 难道还不许别人反击吗 公子浪也就是自保而已 可是 项羽还想说什么 项伯就不满地说道 可是什么 公子浪从来就没有对我提出什么要求 你们才是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说完这话 项伯气呼呼地离开了 这一次 赵浪确实是没有直接给他钱财 而是给了他一条做生意的门路 连人手本经都给他准备好了 说是赠人以鱼 不如赠人以鱼 你看看 你看看 多贴心啊 他得赶紧去准备接手的人手才行啊 一旁的项羽看着气呼呼离开的小叔父 想着对方的话 心中浮现出了一丝惭愧 公子浪 心中居然还有我 我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二十四集 看着自己的小叔父向伯离开的背影 项羽有一些怅然 他原本呢 应该跟赵浪是好友 没想到现在只能通过小叔父来联系 这种感觉很难受 但他很快就把这种心思压制住 现在天下大势必然风起云涌 大丈夫当以事业为重 大不了等以后他推翻报情之后 给赵浪多分一些领地就是了 至于他自己 肯定是作为天下公主的 到时候再跟对方把酒言欢 也是一桩美事 毕竟作为帝王也需要一些朋友 而且能被他看在眼中的人那可不多 打定了主意 项羽也不再纠结 正准备回去研读兵书呢 一个仆人匆匆地走了过来 公子 于姬和于子七在外求见 项羽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鱼姬来了 我这就出去 很快他就朝外面走去 东郊郡田都的府邸里 赵浪正在和奴还有海哥布置任务 奴 尽管把珠网布出去 我知道时间紧 也不要求你探听很机密的情报 只要能看住一些重点的贵族动向就好 初期 你就从雪岩的销售渠道去延伸就好 奴自然点头应试 齐国故地当然是不缺盐的 本来就是产盐的地方嘛 但是像这种纯净无比的血盐 照样是贵族们的喜好 海哥 你到时候探查一下周围的海岸 多找几个能停靠的地方 然后搭建一些简易的码头 海哥也点点头 他明白赵浪的意思 这是为了防止被人堵得上不了岸 海哥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是 头儿 只是您不用叫我海哥了 我身份地位受不起啊 赵浪每次叫他海哥 他总感觉自己有点受不住 赵浪愣了一下 他叫海哥只是顺口了 没想到还给他造成了困扰 露出一个笑容 海哥你比我年长 心人宽厚 有什么承受不起的 以后不用多想 海哥心里边一顿感慨 这一年多来 他跟着鱼蛋给赵浪办事 也知道赵浪绝对不是普通人 现在赵浪把船队交给他以后 他不是鱼蛋那个被钱财迷了眼睛的憨货 知道赵浪所图甚大 实力不是他这种人能够仰望的 但就是这样 对方对他态度始终如一 很快 赵浪就把这里的布置说完 再过两天 他们也要回辽东了 张尔那边传来消息 赵帝的各个乡绅都已经联络好了 但是大家都想见见赵浪 赵浪明白 这还是对他的身份有怀疑 并不奇怪 王室血脉如果这么容易被冒充 那才奇怪了呢 如果这次自己能混过去 就能得到一股助力 当然了 赵浪只想要他们的钱 人还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比较好 就在此时 田都一脸兴奋地跑了进来 赵王 赵王 好消息啊 好消息 齐王何时如此兴奋呢 赵王 之前本王便一直地打听 其他六国后人的下落 只是六国盟会之后 本王便停下来 几日前 本王想着要应对相事 就再次问了之前的人手 没想到 却得了一个意外之喜 本王打听到了 燕王后人的下落 好 燕国后人在哪里 六国后人之所以重要 哪怕本身早已没了什么财富和实力 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聚集当初六国故地的人脉 这就是王室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 相事要找人来顶替田都和韩城 如果自己能找到燕国后人 组成赵燕韩旗四国联盟 先不说实力 最起码名义上对等 田都此时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 说来也怪啊 我的人说 燕王后人就在云梦泽附近 云梦泽 那他为何不和我们相见呢 赵浪也是愣了一下 这六国刺情的事情天下皆知 那时候对方为什么不找他们呀 不过说起云梦泽他倒是好久没见过小白莲了 天都皱着眉头说道 嗯 我也有些奇怪 我得到这个线索 还是因为对方似乎很喜欢打家结社 不慎丢了一块燕光王室的玉佩 如此才有了消息 嗯 那就全力寻找 钱财方面你不用担心 本王会支持你 多谢赵王 赵浪看到对方那个喜笑颜开的样子 想起了当初自己找老爹要钱的场景 哎呀 有个人可以依靠还是好啊 赵浪笑了笑 我等都是盟友 不必多礼 对了 齐王你招揽人手如何了 有赵王带来的叔父的信 齐国的一帝 六成都是支持我的 只是田荣他有向事的支持 还是有些激进的族人 愿意和他一起 可惜啊 叔父没有拿出他的王室玉佩来 不然我们应该可以收拢八成的族人啊 赵浪老脸一红 这个事呢倒是怨他 原以为齐帝这边不会有什么问题 把玉佩送到咸阳去了 没想到被向梁给摆了一道 算算时间应该是早到了 就看到时候使皇帝如何抉择了 见赵浪不说话 田都以为对方不开心了 毕竟当初赵浪可是想着直接把田荣做掉的 于是安慰道 赵王不必担忧 我等也刚好借此 分走那些有异心的人 留下的才是忠于我等的 赵浪点点头 齐王说的有礼 本王两天后就会撩东了 齐王这便就交给你了 赵王放心 本王不会让你失望的 说完就极为坚定地走了 奴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钻出来了 主人 要不要派一个人跟着他 赵浪脸色一速 既然已经是盟友了 怎么能如此算计 奴脸上闪过了一丝惭愧 他原以为自家主人是不拘小节的 没想到 当然是要多派两个人照顾他 听到这话奴直接闭上了嘴 等奴走了以后 赵浪默默地盘算了一下之后的安排 回辽东看看能不能搞定赵氏族人 再联络一下小白莲 韩成他们那边的状况 小白莲不用怎么担心 他不去祸害别人 那就是上天必有了 可是韩成那边只有小三跟着他 面对向氏的威胁 恐怕是有些难受 韩王 你这次 可要靠自己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二十五集 南阳郡 韩成府邸 一声响之后 韩成带着张良和几个仆人被赶到了院子里 一群人在一个年轻人带领之下 把韩成围了起来 韩王姓 当然这个韩姓不是那个点兵的韩姓 而是韩王姓 韩成怒声说道 你居然与向氏联合起来欺辱于我 夺走我的钱财 就不怕宗族的惩罚吗 韩王姓带着人出来 冷笑了一声 韩成你要弄清楚 这些钱财可不是给你的 而是各个遗族捐给韩王的 而现在 本王得到了向将军的支持 才是韩王的正统 宗族也是支持本王的 要不是碍于尊规 你以为你能活着走出这里 韩成脸色一白 你有向氏支持 我也 怎么 你是不是想说 你和赵王交好 赵帝离此处何止千里 他现在可能来帮你吗 韩成顿时语色 看向了一旁的张良 张良冷然说道 你以为向氏是真心的帮你忙 他也不过是把你当成 遏制赵王的傀儡而已 他很快就把向氏的目的分析出来 就连周围的向氏人手都有些紧张 因为张良说的不错 自家主人目的的确就是这个 韩王信听完之后面无表情 你以为本王不知道吗 但你依靠赵王 就有什么区别 我等想要复国 只能借助强者的力量 只要宗室不灭 恢复王号百年后 自有后人破绝 韩成直接哑口无言 因为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对的 他投靠赵浪 就是看中了对方的实力 自己呢 也有当傀儡的自觉 看着韩成的反应 韩王信冷哼一声不再理会 对一旁的张良说道 张良 本王知道 你张氏是在中于韩王 如今本王才是多数宗族认可的韩王 我看你颇有才学 为何不效忠于本王 他事前也查过 现在产业基本都是张良在打理 是个人才 张良直接愣住了 没想到对方直接在韩成面前招揽他 而且说的还有几分道理 他一直效忠的是韩王 却不是韩成 但是跟韩成相处这么久了 对方待他稀微不错 就这么走了 有些过意不去 韩成也是看出了张良的犹豫 哈良 你不要听他的 我们也不是孤立无援 我们这就去云梦泽和农家圣女求救 农家圣女可是和赵王有救的 韩成是知道赵浪农家之主的身份的 只是赵浪也交代过他 现在还不能泄露他身份 听到这话韩王信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现在农家的身亡还是极高的 如果农家圣女真的肯出手相助 那宗族那边很可能会左右摇摆 因为这就是宗族的延续手段 经常两边下注 这样 无论最后是谁赢 宗族都可以延续下来 一旁的张良听到这话 脸色却是猛得一冷 他跟农家圣女有仇恋 如果真的跟韩成去找农家圣女 他能不能活着走出云梦泽都是问题呢 此时韩成已经是放完了狠话 哈良小三 我们走 回自己的庄子 他个人还是有庄子的 说完就转身离开 走了两步 却发现张良一动不动站在那 韩成一愣 哈良 张良此时神色莫名 阿公子 张是武士向韩 张良也只能为韩王效命了 韩成眼睛猛然一睁 整个人颤抖起来 阿良 你 韩王兴趣却是爆发出了一阵猛然的笑声 韩成 现在你最忠心的手下也归附于本王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来人 把人给我赶出去 韩成还想说什么 一旁的少年小三已经是拉住了他 韩王 如今形势对我等不利 先去云梦泽找农家圣女吧 韩成这才略带狼狈地跟着小三一路离开 看着韩成略显凄凉的背影 张良心里边也不好受 但是无论如何 他张是没有背叛韩王 但是看着面前的韩王姓 他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之前在相氏府上遇到那个叫刘邦的人 他们才是志趣相投啊 只是他身不由己啊 韩成离开之后 带着小三一路朝着云梦泽的方向而去 他要向农家圣女求助 这韩王的位置他一定要拿回来 几天之后 云梦泽的一座岛上 圣女 如今外面形势好像越来越不好了 最近又有许多农人逃了进来 陈圣呆着几分担忧说道 农家圣女自然是鸡无双 没事 进来就进来吧 云梦泽那么多小岛 按照我们之前定的规矩 直接安对下去就好了 陈圣苦笑一声 圣女对大局到底是没那么敏感 于是进一步说道 圣女 我的意思是 如今天下不稳 农人们就算是暂时能逃得一时 却逃不过一世 我们还是要早做打算 鸡无双总算是 听出事情的严重性了 就没说道 那该怎么办 嗯 你把情况写下来 去告诉阿朗 是圣女 他本来也是这个意思 首领还是很靠谱的 沉声退下 鸡无双有些哀声叹气的说道 我的玉佩怎么就那么丢了呢 他前些天 赵丽出去劫富济贫 缓解一下农家的压力 这些天 赵浪可是没有给农家投入太多钱 钱财方面 难免有些吃紧 他刚好重操旧业 可是一次出去之后呢 把自己的一块随身玉佩给弄丢了 这是他未曾谋面的父母 留给他的不多的东西 还好 还有其他的 这也让他心情不是很好 不多时 一个农人匆匆过来禀报 圣女 则外有人说 是首领的顾娇 想要见你 揪霜点点头 我知道了 把他们送到外围见我 很快 他朝外面走了出去 与此同时 一夜小舟 带着陈胜的书信 一路朝着辽东方向而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二十六集 辽东剧 招浪正行走在去县城的路上 他才花了几天时间 从东郊郡回来 一下船就朝着县城的方向而去 不得不说 大秦这个交通太不方便了 上辈子一个小时不到的路程 硬生生在海湾里边飘了两天 张儿已经带着一些 赵氏宗族的人在那儿等他了 队伍一路及时 招浪很快就看到了 那座熟悉的县城 不知道张将军在不在 招浪想着 张涵应该是老爹的人 但是回到辽东之后 赵浪还是没有第一时间 跟对方联系 说实话 现在老爹被抓 对方如果反水 自己也是够呛的 好在他一直很小心 没有跟对方表明过身份 只是接下来的时间 他会进行一些人员调动 难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 这就有些苦恼了 正想着呢 已经是慢慢带着人 到了城门附近了 此时 离城门不远的地方 却是有些拥堵 招浪正想上前查看呢 远远的就听到了 一阵大大的哭嚎声 哎哟喂 是你们快来看的 这人的马撞了 我就要跑啊 还伴随着周围人 指指点点的声音 居然有这些主人 看这俩人穿得人模人样的 没想到如此嚣张 赶紧把这两人给抓住 对 让这些外乡人知道知道 燕照之地多一事 似乎听到了这些话 之前的哭嚎声 越发的高昂了 多谢各位相助 但是我也不是想惹事的 只要这位公子 肯给一些汤药费 我也就不追究了 哎 我也不想惹来军事啊 听到这远远传来的话 赵浪不由地笑着摇摇头 一旁的奴说道 主人 咱们要帮忙吗 为那个人主持一下公道 奴知道 自家主人好像对于普通人 有很大的好感 这从庄子上仆人们的待遇 就能够大概看出来 谁知道赵浪听到这话之后 却是笑了一声 你现在需要主持公道的 不是那个人 而是撞人的人 啊 奴顿时就有些迷茫了 怎么要帮撞人的人呢 赵浪也不卖罐子 直接说道 你不觉得这伤者的喊声 忠气十足吗 奴愣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是骗子呀 那 主人 我们要帮忙吗 赵浪淡淡地摇了摇头 然后朝着城门的方向走去 治理小偷小骗 那是官府的事情 他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 很快赵浪就带着人准备路过这里 朝着城门的方向而去 路过的时候 人群里那声音就越发清晰了 这位公子 我只要你一千没半两钱 我就让您离开 您就当可怜可怜我吧 这时候一个有些熟悉 但是气急败坏的声音 传到了赵浪的耳中 你这个狗东西 敢污蔑本公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居然还敢找本公子要钱 听到这个声音 赵浪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古怪 随后就听了下来 周围的人听到这话 觉得越发激愤了 居然敢仗势击人 你不要怕 今天我等 必定为您讨回公道 对 没错 那年轻的声音 此时却是越发急躁了 你们有种的就上来 眼看里边情况越来越激烈了 赵浪顿时给了奴 一个拨开人群的手势 虽然说不知道 自家主人为什么又要管这事了 奴还是很快带人 打开了一条通道 被拨开的周围人 原本还带着些怒意 但是看到浑身贵气 人多势众的赵浪 顿时就消停下来 赵浪这打扮明显就是本地豪身 最不好惹的一类人 此时 赵浪已经看到了里边的情况 一个小年轻 正坐在地上捂着自己的腿哀嚎 他面前的马车上 一个小子正怒气冲冲的模样 看到这边动静 也是转头看了过来 等看到赵浪的时候 脸上的怒意瞬间变成了惊恶 而后惊恶又变成委屈 最终化为了一阵凄凉的哭喊 赵浪却是露出了一个笑容 嗨 好久不见 马车上的年轻人正是胡亥 胡亥很快就跑下了马车 到了赵浪的身边 此时 马车里走出了一个极为漂亮的女子 女子看着赵浪 脸上浮现出一个笑容 有些生疏地说道 浪 哥 好久不见 赵浪微微震了一下 是慢 赵浪虽然说有很多事情想问他们俩 但是明显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把这里的事情搞定吧 看着几个人熟年的样子 周围的人愣了一下 赵浪这个当地豪神 那一般人惹不起呀 这么一来 这个事情恐怕就难了 果然 还不等赵浪说话呢 地上的年轻人就颤颤巍巍地说道 极非贵人 我无事 我无事了 这就离开 说完就慢慢朝着路边爬了过去 看上去极为可怜 有人刚想要说话 却是被旁人拉住 这时候有人说道 小兄弟 我这里还有些钱财 你拿去养伤 其他人也是纷纷说着 对 我等虽然比不上那些什么贵人 但心中却还有是非对错 很快 那年轻人身边就多了些许的钱财 众人给完钱之后 愤愤地看了赵浪几人一眼 奴冷着眼 看着地上的年轻人 敢如此诬蔑主人 在他心里边 对方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胡亥看到这个情形 有些急了 赵浪早就告诉过 他不准为非作歹 否则不把他打出屎来 算他拉得干净 但是今天他是真没拉干净 真要被赵浪误会了 恐怕逃不过一顿毒打 于是连王说道 连郎哥 我真没有撞他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赵浪拍了拍对方 让他稍安勿躁 然后拿出了一颗小金栗子 丢到了那人身边 看到那颗金黄 嘈杂地周围瞬间安静下来 这可是金子 赵浪此时开口说道 我这兄弟啊 撞断了你的腿 这是我给你的赔偿 你看这样可好 年轻人这时候 早就把金粒捡起来了 大声地说着 好好好 多谢贵人 看到这一幕 周围人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有人嘀咕 有钱就可以仗势欺人吗 赵浪没去管那些人 而是继续说道 既然你答应了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奴 把他架起来 我要打断他一条腿 听到这话 众人都愣住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 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武艺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二十七集 听到赵浪的吩咐 奴毫不迟疑带人上前 准备把人架起来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人再也忍不住了 一个青年大声的呵斥 你这人简直就是残暴 撞了人 就算是给了钱财 也不应该如此蛮横 没错 你已经撞断了对方一条腿 现在居然还想打断别人另一条腿 就算你给的钱足够买命 也不能如此是人命如草剑 你若是想要打断他的腿 就从我的身上跨过去吧 一旁的胡亥都快气疯了 想骂人 被招浪拦下了 招浪面对群情激愤 也没跟他们废话 而是看了看众人后面 老神在在的说道 你们既然要保护他 那可要抓紧了 再吃一会儿 他可就要跑了 听到这话众人一愣 然后转头往身后看 却发现刚刚还躺在地上哀嚎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了 那矫健的步伐 哪像刚刚被人撞断腿的样子呀 这要是还不明白自己被人骗了 那就是傻子了 瞬间 所有人脸上一片胀红 招浪看着已经跑远的人 也不想追 自己还有正事呢 他既然没有受伤 那我也就不用给他钱财 刚刚我给他的金子 谁抢刀 就是谁的 周围的人几乎是瞬间一愣 下一秒所有人凶神恶煞朝内人追了过去 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这里 可以想见那个骗子下场不会太好 这把一旁的胡亥看得目瞪口呆的 不是 刚刚这群人还为那个骗子不惜生命呢 现在又是一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样子 中间的过程不过是浪哥说了几句话 用了一颗金子 行 走吧 招浪看着已经让开的道路淡然说道 很快 一行人离开了这里 留在原地的几人当中 有一对主仆 仆人对老者说道 祖老 这人倒是有几分手段 老者点头 嗯 的确 就连老夫也没有发现 此人居然是在假装的 罢了 我们还是快进城吧 赵歇被杀 赵歇下落不明 赵正如今又称病 大清大乱在即 赵氏两个分支都已经危在旦夕 赵氏一族即将迎来大难呢 如今却是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叫赵浪的 想要夺取赵氏正统 老夫一定要去看看 很快 两人也朝着县城内走去 此时赵浪已经是过了城门 原以为会被认出来 毕竟自己在这边的熟人还是有一些的 却发现城门口的秦军 没有一个认识他的 这倒也是好事 直接回到了县城内的状子 让奴去联络张尔 赵浪此时才有时间跟赵两人说话 会客的房间里 三人坐定之后 赵浪带着几分疑惑 赵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赵也是军中的人 没那么容易跑出来 胡亥听到问话也不慌 这些说辞他来之前 父皇已经给他说好了 浪哥 我们军中的几个兄弟都突然被处职了 我爹就偷偷摸摸的让我们来找你 说找到你就知道是什么事了 胡亥想着出发前父皇跟他交代的话 说得越少越没破绽 你浪哥天资聪慧 反而是自己会多想 果然 赵浪微微想了一下 很快吸了一口气 带着几分凝重 我明白了 亥的老爹肯定是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把亥送到他们这儿来避难的 胡亥都懵了一下 浪哥 你明白什么了 我们是反贼的身份 你爹应该已经告诉你了吧 我们的事情出了点问题 现在是在和皇帝合作 赵浪把事情简短的说了一下 亥既然在这时候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那就是纯纯的自己人 有些事情还是要让他知道的 讲完了之后 看着满脸呆滞的两人 赵浪也没有太过惊讶 任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懵的 好不容易等赵浪说完了 胡亥才带着几分小心 浪哥 你这是有没有完全的把握呀 要是实在不行 咱们就投了吧 虽然说父皇已经告诉他浪哥正在做的事情了 但是这事儿 真从比他大不了多少的赵浪口里边说出来 他心里边还是极为震惊 看着胆小的嗨 赵浪笑道 这世上的事情啊 哪有万全的把握 但是不去搏一搏 就没有任何希望 亥 你别怕 我们终有一天 能冰临咸阳 救出我爹和你爹 对于亥 赵浪觉得还是要给对方一些鼓励 所以呢 把话说得大一点 从那次在辽东草原上的事情 他能看得出来 对方心里边有骨子狠劲 逼出来了 也能独挡一面 他现在就缺这种人呢 听到这话 胡海只能是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他无法想象 如果真有一天 自己跟浪哥带着大军出现在咸阳城下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行了 奔波了这么久 应该也累了 好好休息一下 赵浪说完看了一眼曼 发现对方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气势 那曼可从来不是个好脾气的 只是对于这个 之前向自己表白过的女子 赵浪虽然说没有答应对方 还是心有怜悯的 于是出声安慰 慢 你也不用着急 只要我们在外面过得好 我们的父亲就越安全 而且 也不用等太久 一旦起事 三年之内就会有结果的 他也不想在大清耽搁太久 三年内 不是他带着所有人远离草原 就是自己带着大军兵临咸阳 听到这话 盈盈慢只能是露出了一个笑容 点点头 就在此时 奴进来禀告 主人 张儿已经回来了 赵浪给了两人一个眼神 跟着奴离开了 胡亥到门口 看着赵浪的身影完全消失 才哭丧着脸 以后能够发现我骗的 都会打死我的 盈盈慢冷冷地看了一眼胡亥 你要是不骗他 父皇现在就会打死你 听到这话 胡亥只觉得悲从中来 明着嘴说道 凭什么呀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428集 赵浪跟着奴一路来到了一个房间 张尔正在这儿等着他 一进门 张尔就行礼 见过赵王 赵浪看着面前轻瘦了不少的张尔 和颜悦色地回道 辛苦了 奔波了这么久 身体还瘦得住吗 听到赵浪的话 张尔不由地微微一正 他在赵歇的手底下做过事情 对方对他呢 其实也不错 可是这次如果换成赵歇的话 恐怕首先就要问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办得好自然是有价格 办得不好 就算不责罚 恐怕也会有小小的责难 他们自己其实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讲诚有度这很正常 但是怎么也不会见面就问 你身体瘦不瘦得住啊 说实话 如果不是赵浪当初极为干脆的 一腔结果了沉鱼 就凭刚刚那句话 张尔也要对赵浪生出几分感激之情 而现在却只觉得对方越发的可怕了 于是连忙回道 多谢赵王关心 在下还受得住 不必紧张 之前你我敌对 我手下无情是不错 但如今你为我办事 自然不会苛责 嗯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在下已经联络了许多赵国一族 如今天下飘摇 大家都愿意跟随赵氏后人 只是 但说无妨 只是大家对您的身份错疑 宗族说并没有找到您的身份 您拿出的那些玉佩 虽然是赵国王室的玉佩 可有记载的都是赵邪以外的 所以除非您能验明身份 不然赵国一族不会全力支持您 这次连赵氏最大的族中长老都来了 而且不少人还在寻找赵杰 还有的想推出其他的赵氏子弟 赵浪听得皱起了眉头 果然这些宗族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其他王室只能认出是不是王室玉佩 这些宗族居然还记录在案 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瞧 很快 赵浪点点头 我知道了 你去告诉他们 明天就可以验证身份了 他没有选择拖延 既然避不开 那不如早点面对 成啊 自己就名正言顺用赵氏的资源 他没了老爹的钱财支持 单凭自己现在的血盐 草原上的收益有点难受 不成呢 自己就用赵杰做傀儡 一样从赵氏那拿钱 就是中间环节多了几个而已 很快 张尔就行李离开 赵浪也是很快把事情安排了下去 赵杰也得接到县城里来 做第二手准备 第二天一早 赵浪就带着人准备去和赵氏的宗族见面 才到门口 就看到亥和曼也跟了上来 赵浪微微想了一下 这事呢不用瞒着他们俩 叮嘱了一下 也就带着人出发了 很快 几人就在张尔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座大型的庄子外 公子 赵氏宗族的人都在里面了 在外面 张尔还是叫赵浪为公子的 赵浪看着面前的庄子 微微有些惊讶 赵国已经被灭 赵氏宗族居然还有这种势力 听到这个问题 张尔觉得微微有些奇怪 这赵王见识破广 怎么会问这种大家族都知道的普遍问题呢 但是还是耐着性子解释道 公子 赵国王室属于赵氏宗族 赵氏宗族却不限于赵国王室 张尔又压低了声音 说起来就是当今那位暴君 也是赵氏之后 听完对方的话 赵浪这才微微有些明白了 赵氏原来还是很强的 如果自己真能得到对方的支持 钱财方面那就轻松很多了 而且用起来还不心疼 很快几个人来到门口 一名轻衣扑从打开了门 进此地人数不得过多 其他人在外等候 赵浪给了奴一个眼神 奴顿时缓缓退下 等赵浪进去之后 就带着人朝着四周散布开来 没有赵浪的吩咐 这里边人一个也别想走 此时赵浪已经是带着人来到了庄子里 一进门就看到正堂大院子里 已经是站了不少人 都是老人 见到赵浪一个个带着几分审视看着他 尤其是为首那个老头 眼里边还带着几分惊讶 他没想到 昨天遇到那个颇有手段的年轻人 居然就是自称赵氏之后的赵浪 没有过多的寒暄 老头很快说道 你便是那个自称赵氏之后 继承了赵浪头衔的赵浪 赵浪镇定自若 正是本王 老头缓缓地摇摇头 你的身份还不确定 不必先称王 本王称不称王 却与你等无关 听到这话 周围的赵氏族人都是微微一正 他们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这么霸气 老头皱着眉头 没有宗族成人 你不过是个伟王 赵氏之人不会支持你 赵浪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你们要怎么验明身份 赵浪 我等在赵氏族谱上 赵王一脉 却是差无此人 你如何解释 赵浪在心里边一撇嘴 那可不吗 有他才见鬼了呢 不过他早有对策 脸上故意露出了一丝难堪 此事本王确实有原因的 因为本王是父亲的私生子 本王自幼有一些吃正 所以父亲没有告诉宗族 听到这话 老头微微一正 却是没有采纳 继续问道 如此可有平整 你之前让张儿带回来的玉佩 却都是属于赵谢一脉的 赵浪厚着脸皮 本王不过是私生子 哪来的平整 其实他还真有一块玉佩 一直戴在身上 应该是便宜老爹给他的 但是这肯定不能拿出来 毕竟没有凭证还能隐腾 老头皱起了眉头 那你爹叫什么名字 宗室族谱都是有源头的 可以通过名字来查证 听到这极为简单的问话 赵浪却是猛的一正 哎呀 他好像真忽略了一个事情 妈的 他便宜老爹叫什么名字来扎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二十九集 他便宜老爹叫什么 其实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只是赵浪这时候发现了一个事情 自己这个做儿子的 好像不知道自己的爹叫什么 这好像是一件极为可笑的事情 但是现在赵浪笑不出来 他拼命的回忆之前 这个吃而留下的记忆 嗯 没有任何发现 他老爹也没跟他说过 福伯也没说过 小七他们就更别提了 他来到大秦之后 也从来没觉得这是个问题 毕竟平常他也用不到啊 在大秦 哪个儿子没事会叫自己老爹的名字呀 看着赵浪脸色慢慢的变得惨白 周围的人脸色却是慢慢古怪下来 一旁的胡亥和阴阴曼相互看了一眼 为首的老头皱了一下眉 你不会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叫什么吧 赵浪此时冷然说道 本王当然知道 乃是戴王家 赵戴王家是赵国最后一个王 也是赵浪提前做好的准备 因为戴王家呢 最后是被大秦俘虏了 就去了咸阳 刚好可以解释他的身份 只是刚刚这个问题让赵浪有些震动 便宜老爹在咸阳受苦 自己却连对方的全名都不知道 多少有点不孝了 听到赵浪的话 老头皱着眉头往后面挥了一下手 有人端着一捆竹简走了过来 老头翻阅了一阵 然后目无表情的说道 戴王家最后的确是在咸阳 但却没有关于你赵浪的任何信息 你这个赵氏之后的身份 赵氏一族是不会认的 听到这话 赵浪直接做出了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哼 本王的身份也用不着你们来承认 然后带着几分威胁说道 但是你们要记住 等本王以后恢复了赵国 你们这宗室 本王也不会认 本王就将是新赵氏的族长 我们走 说完 他也不给对方回应的机会 直接带人离开 看着气势汹汹离开的赵浪 院子里边赵氏族人反而是有些忐忑了 刚刚这家伙发脾气那个样子 不像作假呀 祖老 这赵浪不会真的是带王之子吧 祖老 如今赵氏示威 这赵浪如今实力似乎极为不错 有心依附赵氏 我们为何不接纳呀 是啊 祖老 我看赵浪那生气的样子也不像是作假呀 而且以后如果他真的恢复了赵国 创立了新的宗族 我等该如何自处啊 其实呢 有一些赵氏族人并不在意赵浪是不是王室的后人 既然他叫赵浪那必定是赵氏族人 只可能是家道中落了 但是现在赵浪既然能在其他六国后人面前拿下赵王的称号 实力自然是有的 而且现在整个辽东之地 赵浪已经是豪身了 宗族的确是缺人才 听到族人们的话 老头嘴角抽了一下 他可是昨天见过赵浪的手段 知道对方大概率是装的 挥手阻止了众人的话语 老头淡然说道 罢了 明天老夫再去探探他底细 其他人继续寻找公子赵杰的下落 此时一脸愤怒的赵浪早就已经走出去了 一旁的胡亥正想安慰他呢 毕竟他也知道浪哥极少有失败的时候 现在正好增进增进情感 以后呢 怎么也要让浪哥给他封个王当当 胡亥还没说话呢 就看到赵浪脸上的愤怒几乎是轻刻间消失不见 那变脸速度之快 让他都愣了一下 庄子外面奴此时迎了上来 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主人 要不要 赵浪摇了摇头 他要真把这些人杀了 整个燕赵之地他也待不下去了 不急 事情还没有结束呢 他手里边还有赵杰呢 明天就让张尔带着赵杰 去和赵氏宗族的人见面 怎么也要从这群人身上捞一点钱出来 回到庄子上 赵浪也没闲着 处理着各个庄子上送来的重要的事情 当然了 有小玉给他守着 事情就顺畅得多了 只是赵浪偶尔也觉察到慢看他的眼光有点不对 赵浪很理解对方的心情 垂涎他的女子那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咸阳还有一个找他提亲的呢 现在估计早就哭晕在厕所了 现在是关键时候 而且呢 小白莲小七小玉妹 这都还没给个交代呢 怎么去招惹别人呢 哎呀 现在也只能假装看不见了 夜晚 处理完了事情之后 赵浪把自己身上的玉佩拿了出来 细细地看了一番 这个玉佩品质极为不错 但是上面就一个简简单单的赵字 赵浪啊赵浪你还真是不孝啊 居然连便宜老爹叫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说自己的灵魂不是老爹的亲儿子 但是有句话说的好 生育之恩断职可报 养育之恩无以为报 赵浪本身上辈子就是个孤儿 过来以后呢 便宜老爹对自己那是没得说 肯定是有感情的 自己能有现在的发展 有老爹一半的功劳 爹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就这么想着 他把玉佩收到怀里 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奴就过来禀告 主人 赵姐已经被送了过来 您要去看看吗 赵浪点点头 自己关了对方这么久了 还是要看看他 等到赵氏宗族的钱财到手了 作为奖励 赵浪就准备送他去跟赵歇团圆团圆 赵歇才上路不久 赵杰努努力跑两步 应该能赶上 就在这时 一个蒲聪 匆匆地走了进来 家主 门外有一名 自称赵氏族人的老头求见 赵浪微微眯了一些眼睛 心里边已经有了猜测 嗯 我去看看 再去把门槛最高的正门打开 很快 他就带着人来到了门口 果然来的正是昨天那个赵氏宗族的老头 进来吧 赵浪故意带着几分聚傲回道 好歹要把昨天的人设进行到底 老头看着高高的门槛 知道赵浪是故意的 却只能抬腿跨进去 门槛是不能踩的 却是一个不留神被绊倒了 眼看就要摔倒 赵浪确实是想为难他 但是不想摔死他 只能是弯腰伸手相扶 好歹没让这老头给摔倒了 只是自己怀里的玉佩滑了出来 他很快捡起来放到怀里 再看老头 却发现他正惊疑不定地看着自己 看着赵浪有些莫名其妙的 正要问他原因呢 却见老头很快说道 老袖屠肝不识 先回去了 这老头说完就往回走 让赵浪一脸的懵 老头离开之后 极为严肃地说道 千里加急 去姓赵氏秦氏系主人赵正 问他可有一名叫赵浪的子弟 迎姓赵氏是一家 起于西州赵富 后氏赵氏系和秦氏系 而赵浪手中的玉佩是秦氏系 两天之后 咸阳皇宫 秦氏皇正有些兴致缺缺地看着文书 很快他就问赵高 赵尔可有回信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氏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集 秦氏皇虽然问的是公子胡亥 但是赵高知道 对方心里边想的肯定是公子浪 于是回道 回陛下 公子胡亥还是没有书信回来 不过算算日子 应该也要到公子浪那儿了 想来用不了多久 公子胡亥就会回信了 果然 听到赵浪的名字 秦氏皇顿时精神好了不少 嗯 到了就好 有浪儿在 亥尔和英漫也没什么问题了 还有 阿福那边 应该也已经出发了吧 几天前 秦氏皇就收到了赵浪的来信 里边是一块 齐国王室的玉佩 正明自己已经是完全控制好了 齐国王室 然后提出要求也很直接 要把福伯接走 然后见赵浪的跌一面 这种好事 秦氏皇怎么可能拒绝呢 直接让福伯赶紧出发 赵高此时回道 陛下 阿福那边已经传来消息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只是公子浪这撤人计划 似乎是要往草原上撤呀 您看要不要早做安排 秦氏皇淡淡的点头 嗯 朕知道了 黑兵卫已经上报过浪儿在草原的安排了 他原以为逼得赵浪反了 对方就会放手一搏 结果呢 这家伙 直接在草原上安排了一条退路 那还不止是这个 黑兵卫还报上来 说赵浪还组建了一支船队 那退路都有好几条了 当然了 问题不大 只要赵浪的爹还在始皇帝手里 赵浪就跑不了 一旁的赵高此时吹碰道 公子浪果然了得 这不声不响的就收拢了齐国田氏 秦氏皇也是带着几分骄傲点点头 儿子出息 老子当然开心了 赵高接着说道 只是您真的要和公子浪相见吗 秦氏皇又点点头 嗯 消息已经送过去了 六国余年要动手 也就是秋天收获之后了 在这之前 和浪儿见上一面 也好谈谈底 地方就选在五官 那里是一处交界地 在那里他才敢过来 见秦氏皇已经下定了决心 赵高自然也不会反对 好在五官离咸阳还不算远 赵高带着几分担忧说道 陛下 若是之后 公子浪真的兵临城下 该如何是好啊 赵高自己还是有些担心的 那些个六国余孽杀了也就杀了 可如果赵浪最后真的带人杀到了咸阳城下 难不成还真打下来 死伤的可都是自己人呢 那不亏大了 秦氏皇却是笑了一声 如果浪儿真有这份胆色 朕反而高兴 只是到时候朕的城房上 恐怕早就有上万连弩 还有水泥为外表的城墙 就怕他打不破 上次和降作剑的人说过 用水泥铸造房屋看看 虽然说效果不太好 却发现水泥能加固城墙 他自然是要把咸阳的城房加固一番 听到这话 赵高也无话可说了 因为其他方面 他这位陛下已经早就有了安排 蒙义已经去了河东郡暗自布房 秦赵燕三国的故地 关系到大秦的边防 是大秦的重镇之地 他可不能让这些地方出了问题 而且对付这些六国的乌合之众 凭借郡县的秦军足矣 赵高也没把这些人看在眼里 就在赵高想着问问朱子百家的事情的时候 门外有一名侍从匆匆地进来 禀告道 陛下 有信使自称赵氏宗族之人 送来了一封书信 听到这话 秦始皇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赵氏宗族 迎姓赵氏 秦国和赵国虽然说同宗室 但是一场大战打下来 说实话 这里边秦义其实早就没了 只是祭祖的时候 两边共同的组员都是来自于西州造父 秦始皇登基灭六国之后 更是自己成了赵氏秦氏系的组长 毕竟他怎么可能服从赵氏宗族呢 所以也和宗族的联系极少 怎么现在突然来了个宗族的呀 没有过多犹豫 秦始皇说道 把信拿上来 侍从顿时呈上书信 不多时 秦始皇看完了书信 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 赵浪居然跟赵氏宗族联系上了 不过 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儿子 跟对方扯上什么关系 反正赵浪现在也还不在族谱上 对方也不可能查得到 冷哼一声 直接拿起了桌上的笔 在布帛上写了两个字 无关 然后把信给了侍从 送回去吧 侍从拿着回信 离开了宫殿 出了宫门之后 来到了一名信使的身前 把回信给了他 信使没有耽搁 带着信 一路朝着辽东的方向而去 两天之后 辽东县城的赵氏宗族庄子里 祖劳老头正皱着眉头出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主人 何时忧愁 我们不是已经找到公子赵杰了吗 而且看上去也极为不错 前两天 他们从赵浪的府上回来不久 赵杰就带着人突然找上他们 赵杰的身份还是不用验证的 几乎是立刻就有不少人选择了支持赵杰 钱财也给了不少 老头回过神来 微微地摇了头 赵贤才能还是弱了一些 对了 咸阳那边回信了吗 仆人安慰着笑道 主人物急 应该快 咸阳回信 就在这时 一名仆人匆匆地跑了进来 老头眼睛一亮 连忙把信件打开 拿出了布帛 就看到秦始皇写的那个大大的无关两个字 一旁的仆人也看到了 脸上闪过了一丝失望 看来 赵浪确实不是赵氏王氏后人了 老头也愣了一下 不过 他看着那两个字 出了一会儿神 忽然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去告诉那些支持赵浪的族人 确认赵浪赵氏后人的身份 他们可以为赵浪提供支持了 仆人听到这话 直接傻眼了 主人 就不是 如果真的不是 我等已然数十年未曾来往 以那位的性格 他才不会多留一个字给我们 虽然不知道他下的什么棋 但多处扶持族人 这才是延续宗族最好的办法 去吧 仆人顿时就匆匆离去 等仆人离开了 老头才露出了一丝自得的神色 以后 无论是赵浪成事 还是赵杰成事 赵氏都将存续 身为赵氏祖老 这点智慧他还是有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宇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一集 县城 赵浪的庄子上 赵浪看着面前的钱财 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 这就是赵氏祖人 给赵杰的钱财 奴很快回到 是的 主人 还有一些庄子 填产 奴将得到的钱财 都一一说明 听得赵浪都有些微微诧异 这里边钱财呢 说不上很多 甚至都还不到一万两黄金 可是这只是第一批 这些宗族 平常不显山不漏水 关键时刻 还有这种力量呢 难怪像是要跟扶持 听从自己话的六国王室啊 这些士族的力量运用好了 确实是能起到不错的作用 把钱分一半出来 交给农家的许悦师兄 其他的都交给小玉 他已经好一阵没给过农家钱了 奴把赵浪的吩咐都一一记下 然后问道 主人 那赵杰那边怎么处理啊 现在先留着他 上张儿多找一些理由 找赵氏族人要钱就是了 熟果要不到一分钱 那就让他们兄弟团聚吧 赵浪心善 看不得别人兄弟分离 还有高高离的那一家子 只是现在呢 有了小玉了 这个事情有点难办 就在此时 一名仆从从外面进来禀告 公子 外面有一名自称 赵氏宗族的老人求见 听到这话 赵浪心中微微一震 他当然记得对方了 只是当时对方突然离开 今天怎么又来找他了 难道说他控制赵杰的事情 已经暴露了 不应该呀 他还骗 不对 没拿到钱财呢 但是他也不慌 直接到了门口 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 那个老头 身后还带着几辆 满满当当的马车 只是用布满盖着 赵浪看不到里边的东西 老汤 你怎么还来找本王 这个并非赵氏之后的人 赵浪没有什么好脸色的说道 对方已经跟他 撕破脸皮了 这些表面的事情 就没必要做了 他今天就连门都不打算 让对方进 免得露出痕迹和破绽 面对赵浪的冷漠 老头也不生气 上次是老夫没有查实 你的确是赵氏之后 听到赵浪眉头一跳 不过没露出什么高兴的神色 这位莫不是消遣本王的 还是说 你觉得本王是个傻子 老头也没说话 而是向后面的马车挥了挥手 后面马车旁边的仆人 顿时把马车上的布满掀开了一角 一车满满的柴货 赵浪数了数 五辆马车 心里估算了一下钱财 赵浪的嘴角顿时就慢慢舒展开了 然后形成了一个极为灿烂的笑容 祖老 您是核实到的 奴 你怎么也不禀告一声 来来来 祖老快快请进 他嘴里边虽然说着 手上也没闲着 直接上前扶住对方 往里边走 他心里边可没什么负担 反正对方是送钱来了 送来呢他就要 以后无论是发展还是军备 哪一样不要钱呢 但是 对方别想安插一个人进来就是了 祖老愣了一下 随即也是眼睛一亮 露出了一个极为高兴的笑容 是是是 老夫也是猜到 说着 两个人就朝里边走了进去 留下奴和门口的仆人 傻着眼睛待在原地 过了好一会儿 奴才慢慢回过神来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把马车都送进来吧 等奴安排好了这些事情 回到了会客的地方 就看到自家主人正和祖老谈笑风生的 奴想了想之前的情况 心里边不由的感叹 自己和主人那还差着境界呢 他还是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啊 很快 两人的对话就已经到了尾声 祖老 今天啊真是多谢了 以后签材的事情 我让旺财和您交接 赵朗笑着说道 祖老也是笑着点点头 哎 好 那老夫也就不多打扰了 说完 他就起声告辞 等到祖老走了以后 赵朗对奴问道 有多少钱财 粗略地清点了一下 大约价值两万两黄金 赵朗眼睛微微一亮 这些钱倒是可以好好还还了 奴犹豫了一下 带着几分担忧 主人 这祖老突然变了主意 而且对方也给了召集钱财 其中不会有什么蹊跷吧 赵朗微微摇了摇头 无妨 无论他有什么目的 我反正只拿钱财就是了 其实呢 赵朗也猜到了一些 赵氏宗族用的是分宗的办法 以后无论是他和赵杰哪个人起来 赵氏宗族都可以存续 这个办法还传到了后世 就看三国的时候 三国里边都有诸葛家族的人 无论谁赢 诸葛家族都会存续 这就是士族能够历经数百上千年 都不断绝的原因 奴也只能点头 此时门外 祖老带着仆人离开了这里之后 仆人才问道 主人 这赵浪如此反复无常 我等真的要支持他吗 刚刚赵浪那番变脸 属实是让他们傻眼了 听到这话 祖老却是摇了头 诶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此乃王者心性 如果赵浪为了逞一时之气 将我等钱财拒之门外 老夫反而要看地他 现在老夫倒是觉得 他比赵杰强 仆人听的人都傻了 还是说道 可即便如此 对方恐怕也不会就这么相信我等 赵氏的族人 恐怕也不会受到重用啊 老夫早已知道了 但是无妨 此次天下再乱 必定又是我赵氏一族兴起的时机 回去之后告诉族人 将这些年积累拿出来 不得藏私 仆人已经是无话可说了 是 主人 十几天后 赵浪已经回到了庄子上 有了赵浪的钱财 庄子的发展也是快了很多 现在已经是盛夏 只等两个月之后 就看谁先拉起起事的大旗 王财 您去买下几个靠码头的庄子 然后用调到农人的名义 把训练好的人送去 赵浪淡淡地吩咐 他现在还是不敢光明正大的调动军事 王财顿时应试 就在此时 大猫匆匆地走了进来 家主 白姑娘来信了 赵浪还没有接信 大狗再次匆匆地跑了进来 家主 家主 福摩来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二集 听到这个消息 赵浪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福波来了 这说明自己给始皇帝信中的条件 始皇帝同意了 真是个好现象 而且呢 自己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 虽然说有小玉和旺财 但是终究没有一个能坐镇后方的人 就比如跟赵氏族人交接 旺财终究还是嫩了一些 原本这人应该是便宜老爹 现在只能靠福波了 赵浪很快到了门口 就看到了许久不见的福波 正站在马车旁边小呵呵的看着他 福波您来了 哪怕赵浪自认为沉稳 但是经过了咸阳的事情之后 再见到福波也是不由的激动下来 直接跑到福波面前把人给接了进去 其他人也想凑过来问好 被赵浪挡回去了 福波一路辛苦了 您这几天先休息好 福波这么大年纪了 一路从咸阳到了这里 肯定是劳累了 福波看赵浪关心的样子 心里边也是极为感动 公子 老奴无法 这次过来 使皇帝那边 有些话让我带给您 赵浪听到使皇帝几个字 瞬间就紧张起来 他说什么 福波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赵浪 使皇帝说道 既然你已经控制了齐国王室 那在启示之后 便将所有对大秦不满的人 集中到一起 然后秦军会一次清楚他们 还有 你不得带领齐国故地之人 抵抗秦军 还有 其他六国之人也是一样 他慢慢地把秦始皇的要求说清楚 说实话 他也觉得 秦始皇要求有点过分了 赵浪就算控制了六国王室 但这种摆明了让别人去送的办法 那谁也不会听呢 再说 就算能骗一国 其他六国之人也不是傻子呀 怎么可能接连上当呢 到时候 赵浪内应的身份就算是没有曝出来 其他六国之人也不会相信赵浪了 这个任务难如登天呢 赵浪听完之后 脸上却是浮现出了一丝古怪 他也想到了这个任务的凶险 但是 好像是有人可以帮他聚集那些 不愿意服从他的六国遗族啊 福伯来了 那齐国王室的玉佩肯定也回来了 赵浪原本打算等玉佩一到 直接用玉佩和田老留下的信 把和齐王田都争执的田荣 从名义上弄死 现在知道了始皇帝给他的任务 那还不如让田荣带着那些不愿意服从他们的遗族力量 去和秦军对抗 那自己就刚好可以坐收渔翁之力呀 而且还可以用这个办法去对付韩王那边 想到这儿 赵浪很快说道 福伯 您不用担心 我心中有数的 福伯也只能点头 这种事情他确实是帮不上忙 福伯 我爹他怎么样了 他没有怪我吧 虽然说之前收到了便宜老爹的信 但是赵浪心里边还是觉得有些忐忑 也感觉到愧疚 但是他知道 就算是再来一次 他还会那么悬 听到这个问题 福伯脸上露出了一次古怪 很快掩饰掉了 家主在那边很好 是皇帝没有为难他 家主说了 他不怪公子您 只是交代老奴 一定要告诉您 好好为始皇帝办事 等六国遗族全灭的时候 就是他和您团聚的时候 到时候啊 家主就把手上的家业都给您 哎 赵浪缓缓地闭上眼睛 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眼中的泪光 自己的老爹身陷淋雨 居然还惦记着他 不仅安慰他 还说要把家业给他 这是何等的父爱呀 有父如此 父父何求啊 赵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睁开眼睛 目光坚定地说道 福伯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爹给救出来的 当然了 他老爹说的话 他也不会听 毕竟老爹在那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对福伯说性里话呀 所以 他肯定要按照自己的计划来 那样才能真正地救出老爹 福伯看着赵浪的反应 也是欣慰地点点头 只要公子听他爹的话 把六国余孽清除干净 前途必定极为不凡啊 公子啊 是皇帝还有一件事情 要老奴和您说 他说 如果您想见家主 就要在初秋之前赶到五官 初秋之前赶到五官 赵浪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五官是咸阳的门户界限 离辽东有千里之遥 时间上那还算是充足 初秋之前赶到那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六国之间已经约定了 等秋天粮食收获之后 就准备起事 这段时间里边事物繁杂 哎呀 他看出来了 史皇帝就是故意的 不想让他在辽东谋划太多 那自己是去还是不去呢 不去的话 这是难得见老爹的机会 之后战乱一起 除非到了最后时刻 要不然没机会见到老爹了 去呢 倒不用担心史皇帝设计抓他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没有了他 史皇帝反而是不好控制六国余孽了 就看之前史皇帝提出的条件 明显只想清除六国余孽 不想伤到大秦的根本 但是这么一来 自己在辽东的布置 那肯定就没那么完善了 更没有办法在之后的六国之中 取得盟主的位置 毕竟想要做六国之主 还是需要一些功绩的 别人又不傻 想了许久 赵朗还是没能做出决定 先让福伯去休息 赵朗原以为狗系统会出来帮帮忙的 这次无声无息 哎 看来要他自己做决定了 家主 白姑娘的信 大猫此时凑了上来 家里边这种跑腿的事情 原本是轮不到他的 但是白姑娘的信还是不一样 赵朗接过来打开信件 看着小白莲送过来的情报 眼睛眯了一下 一幅地图在他心中浮现 赵朗喃喃自语 云梦泽 韩王 武官 陈胜 武广 他微微地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一早 小玉脸色微红 来到了赵朗的房间 他虽然是管事 但是赵朗这边 还是他来服事 敲开了赵朗的门 就看到赵朗坐在一个椅子上 好像是一夜未眠 看到小玉 赵朗露出了一个笑容 小玉 去把旺杀他们都叫来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 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三集 公子 你要离开 是去东郊郡吗 旺材才知道福伯过来了 有些高兴 却是立刻又被小玉叫了回来 然后就听赵朗说要出去 现在庄子上可正是关键的时候 赵朗淡然点头 他会把事情告诉福伯 其他人还是先别说的好 差不多吧 只是这次的时间会有点长 家主 这次带我出去吧 大猫此时说道 他自从来了辽东之后 既不像去死二黑他们一样在草原上驰骋 又不像旺材那么安定 一直都在庄子上 作为联络人两头跑 还是有些乏味了 现在总算是找到个机会 就想跟赵朗出去 一旁的大狗也是满脸期待的看着赵朗 反正待在辽东也看不到素 他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不如跟赵朗出去呢 他还记得上次跟赵朗出去再回来 素对他那是好了不少呢 赵朗看了看周围的人 然后缓缓地摇摇头 大猫大狗 你们要继续带着人训练 不能停下 等到了时候 你们就带着人登船 去东郊郡 赵朗现在的庄子上 已经是早已训练了过万的奴夫 但是真正的精锐不过三千 这就是上百的少年军全职脱产 日夜训练带出来的 而在装备上也毫不含糊 赵朗拨出去的军费 绝大部分都在这些人身上 更重要的是 这些人对赵朗为名是从 是他真正的底气所在 当然了 这里边也有个问题 到时候自己要去运兵到棋地 还是有些困难的 但凡是有点脑子 也不想在自己家里边 多出来个别人的军队 听到赵朗的吩咐 两人只能点头应试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各有各的职责 赵朗最后决定带出去的人 却是让其他人有些意外 嗨 你这次跟着我出去 赵朗淡淡地说道 反正嗨呆在庄子里也没什么用 要是没个人看着他吧 还容易惹事 正好这次出去 锻炼锻炼他 看以后能不能有点用 再不济 也能帮忙跑个腿 有一说一 嗨这小子奇数还不错 应该是从小锻炼的 看着其他人 投过来的羡慕的目光 胡亥脸色顿时一垮 他才从咸阳到了辽东没多久 实在是不想跑了 浪哥 要不我还是在庄子上吧 胡亥挤出了一个笑容 试图讨好赵朗 收拾一下 明天一早出发 只是赵朗好像是完全没看见 淡淡的说道 好的浪哥 胡亥眨了眨眼睛 他没那个胆子说第二次 赵朗正要这么决定呢 小六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 他 我呢 赵朗想了想 虽然说有奴跟着 但是奴的武力到底还是一般 正要是遇到事情了 还是得有武力的 于是点头 小六顿时露出了一个笑容 接下来的时间 赵朗把事情一一交代好 福伯知道赵朗的决定之后 也是笑着说道 好好的和家主说说 赵朗自然的点头 怎么也不能让老爹 因为这件事情 跟自己产生疏远 第二天一早 赵朗就带着人准备出发了 这次没有马车 都是快马 赵朗还想赶在秋收前回来呢 只是出发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慢 你跟上来做什么 赵朗对一身难装的慢说道 盈盈慢淡然说道 我要看着我弟弟 赵朗顿时看向了一旁的亥 胡亥也是看向了赵朗 挤出了一个笑容 我姐心疼我 赵朗微微想了一下 我们现在去码头 如果你能跟上 就带着你 说完 一甲马腹朝着码头 急驰而去 其他人纷纷跟上 庄子门口 小玉站在扮演的大门后面 等赵朗的背影都消失了 才回到庄子上 福伯则是对自己身边 一个不起眼的仆人说道 传信给家主 公子已经出发 去无关了 很快 一匹快马 朝着咸阳 急驰而去 赵朗正一路狂奔到码头 停下来之后 让小六轻点了一下人数 桃儿 扫了一个 赵朗倒是没有意外 很快说道 不等了 让我们直接上船 小六迟疑了一下 桃儿 我们不等害了吗 赵朗愣了一下 才发现 慢好好的待在队伍里 却没看到害 过了好一会儿 还骑着马 气喘吁吁的赶上来 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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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骑那么快 干什么呀 赵朗哭笑不得地摇了头 他没想到 慢得骑术居然比害还要好呢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带着人 朝着早就已经准备好的船队而去 很快 一支船队朝着东郊郡的方向而去 这是赵朗定的路线 从海上走 直接到东郊郡反而要比路上要快 要不然他需要横跨辽东辽西 右北平等等七八郡 才能够到东郊郡 再由东郊郡几乎可以一条直线到五关了 而且刚好也和齐王田都商量好之后的安排 两天之后 东郊郡田都府邸 管家正端着一个小罐子对田都说道 主人 这是按照您的吩咐 收购的血盐 这些血盐可真是极贵呀 而且量少 我等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那些商家的人 买了这么一罐 齐王田都看着面前的一小罐盐 也是不禁感叹 像我齐国自古以来 占据着余盐之力 商贸发达 却没有想到 居然还要向其他人买盐 嗯 这些血盐听说咸阳早已经有了 而且还没那么贵 只是运到这里也就贵了 哎 不要紧 这是本王要送给赵王的礼物 贵一些也好 对了 下次看到那商人家 一定要让他来见见我 这档生意 怎么能没有我齐国的份啊 嗯 是 主人 那商家已经往楚地的方向去了 看来是想把盐卖到各地一样 倒是有大志向 而且听闻商家人的主事人 还是个叫商严的女子 女子 商家之人果然还是逐利为重啊 连礼仪都不顾了 这哪有女子主事的道理 哎 不过天下即将大乱 他这生意啊 如果不依附异国 肯定是做不下去的 田都还想好好批判一下呢 一名仆人匆匆进来 主人 赵王到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 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四集 听到赵浪到了 田都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就要出去迎接 又积极停下 对一旁的管家说道 到时候啊 你就在外面等候 本王让你进来 你再进来 然后才朝着外面跑 不久前 楚国相氏那边又来了信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这压力只有赵浪顶得住 不多时 会客厅里 田都正指着一张地图哭诉 赵浪 你这次可得给我等做主啊 相氏啊 要我们让出齐帝的大半啊 就连原本的都城林姿 他们都要拿去啊 赵浪漠不作声听着他 他当然知道对方是假哭 不得不说演技还在线吧 只是这次相氏提出的条件 极为苛刻 简单点说呢 就是齐帝他们相氏要定了 赵浪也能猜到原因 齐国故地和卫国故地接壤吗 现在齐帝寒连成一片 就是抵挡和反攻打秦的最前线 楚国故地有了这么一道防线 就能安稳地发展后方 更绝的是 从地图上来看 就可以发现 相氏占据了整个华夏的中心腹部 赵浪现在的赵齐寒三国势力 都在边角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赵浪被分割的七零八落 当然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 却是赵浪用这几个小角包围了他们 可是谁都不会这么想 就这点边角之地 怎么可能用来包围相氏 所以形势对赵浪极为不利 如果是之前 赵浪说不得就要跟对方硬刚一搏 但是现在嘛 等天都好不容易哭诉完 赵浪才笑着说道 齐王 你可相信本王 本王当然相信赵王 这次反倒是一个筛选人员的机会 赵浪极愿意跟随我等的遗族退到这里 赵浪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 他要田都把所有人都撤到齐国故地的半岛上 田都都看愣了 赵王 这岂不是将所有的位置都让给相氏 退到半岛 虽然不会面临大秦的攻击 可也完全没了进取的机会啊 赵浪淡然说道 那也要他们守得住才行 赵王只想让他们先和秦军内耗 我等在伺机而动 可是如果他们顶住了怎么办呢 赵浪虽然说没有记住那些历史的细节 可是也知道 前妻所有的六国反贼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秦军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前妻的死伤必定惨重 田都赞同地点点头 秦军以武力横扫六国 自然是不可小觑 于是咬咬牙 赵王 我听你的 这就去召集人手 只是 看着对方欲言又止的样子 赵浪笑了笑 秦军但说无妨 田荣有了相氏支持 已经在招兵买马了 本王虽然空有钱财 但武力方面 却没有什么用得上的人手 各国一族之所以愿意以相氏为尊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相氏的武力 组建大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赵浪想要争夺六国盟主的位置 必须给跟随自己的盟友一些好处 面对田都的请求 赵浪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 田都也看到了 连王说道 赵王放心 该有的钱财 本王一定不会少了 赵浪扁解了一下嘴 心里边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别人会怎么做 他不知道 但是他要是不趁机放点自己人进去 那都对不起自己了 再加上之前早就让奴安插朱网的人手 田都也就是自己人了 这么一想呢 这次去武关正好去找找韩王寒城 顺便也帮他把军队弄起来 兄弟嘛 一切都在心里 不用说出来 顿时 赵浪脸色一速 齐王这是什么话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我即刻传命下去 让人帮你组进大军 就让大狗过来吧 再带着新军中的摆来个骨干 也就可以初步拉起一支万人大军了 毕竟给他们不需要精兵策略 这些部队也是他新军的后备部队 田都听到这话顿时大喜 那就多谢赵王了 正好啊 本王近些天得到了些好东西 特意献给赵王 来人呢 很快就看到管家极为郑重地 拿着一个罐子走了进来 然后齐王也带着几分严肃的战气身 接过了罐子 赵王这是本王的一点心意 还请您收下 赵浪只好接过来 但是看了一眼 脸上就浮现出了一丝古怪 他原以为是一些珠宝 却怎么都没想到 居然是一罐自己产的血盐 田都这时候说道 此物那是新晋出现的血盐 极为珍贵啊 听着田都的话 赵浪能说什么呀 只能是给个笑容 然后收下 商定了这些事情之后 田都这才问道 赵王此次来 所为何事啊 赵浪来之前就已经是想好说辞了 笑着回道 其实在即 本王的赵帝动弹不得 所以想去云梦泽 见见农家圣女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进展 提到农家圣女 田都的脸色顿时变得古怪下来 神情间带着几分意味深长 赵王为了事业如此现身 还需要注意身体啊 那天晚上的事情 田都都觉得自己这辈子是忘不了了 见对方提起这个 赵浪也是老脸一红 这个本王有数 本王有数 这个 也是为了追求燕王之后的踪迹吗 当然了 两人都知道 这只是托词 毕竟燕王后人的信息也不多 想要凭空追寻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更别说高沟黎王室 还想把燕王正统的名义拿下来 正好可以为占据辽东辽西做准备 再礼节性地寒暄了一番 赵浪这才起声告辞 他时间紧迫 不能在这耽搁了 很快赵浪带着人 一路朝着五官方向急驰而去 此时 咸阳 一名黑兵卫快马进入了皇宫 皇宫里 秦始皇正微微皱眉 赵高李斯都在宫殿当中 空甲那个老东西说要出咸阳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宇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五集 孔甲的行动范围 最初是被限制在咸阳的 后来多了个照浪的庄子 却也是不能直接出咸阳递劲 这是秦始皇下的禁令 不然这么一个儒家之手 还和自己不对付 放在外边很容易引起动乱 但是现在 对方居然这么强硬的想要出咸阳 那肯定是有问题 赵高此时回道 陛下 孔甲说 陛下称病不肯见他 也不肯将印好的书籍给他 他想要去辽东 找他的弟子赵浪 秦始皇听得也有些无可奈何 现在大乱在即 他怎么可能把书放出去呢 不过 也不好责难对方 好歹也是为了浪儿啊 一时间 他有些苦恼 一旁的李斯说道 陛下 臣倒是觉得 让孔甲去找公子浪 并无不可 如今六国余孽 动乱在即 公子浪身在辽东 军事上 公子浪本来就是大彩蛋 文质方面 却是没有什么助力 的确可以用得到儒家 听到李斯的话 一旁的赵高像是见了鬼一样看着他 秦始皇也是罕见的有些震惊 李斯是什么人呢 大秦左相 但是更是法家之首 孔甲是什么人呢 儒家之首 儒法两家为了用谁的学术治国 平常争的那是人脑袋打出来狗脑袋 头破血流的 刀剑相剑都不奇怪 赵浪呢 大秦二世皇帝 他偏向哪一家的学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就定下了以后大秦治国的基调 李斯没想着怎么干掉孔甲 已经算是心胸宽广了 现在 堂堂法家之首 向秦始皇推荐儒家之首 去下一任大秦皇帝的身边 这不是见鬼了吗 李斯 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秦始皇脸色古怪的说道 李斯也知道自己这话震惊了两个人了 但是他每次想起了赵浪的话 就觉得心绪难平 按照赵浪的办法 法家是可以比大秦存在的更久的 他个人的得失 跟法家的万事成存比起来 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更何况 现在这么看来 如果赵浪上位 自己既可以得到如今的利益 又可以得到后世的名声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云孟泽的时候 最后还要立赵浪为皇帝 想到这儿 他咬牙回道 陛下 陈这些 都是肺腑之焉 秦始皇稍微地看了他一眼 想了想 既然如此 赵高 你去告诉孔甲那老东西 他可以离开咸阳了 赵高应试 迟疑了一下 那公子浪的身份 你就告诉他 不得提起朕 不然朕以后也不会把那些书给他 其他的事情 这些聪明人自己会想通的 天下聪明人何其多言 却是大多数聪明反背聪明物 赵高顿时就朝着宫门而去 很快就看到了神色间有些疲惫的孔甲 孔先生 陛下说了 您可以离开咸阳 赵高很快把秦始皇的旨意说明 然后就直接离开 孔甲听完赵高的话愣了一下 他其实已经求见过秦始皇好几次了 基本上都被拒绝了 没想到这次秦始皇居然同意了 虽然说这个要求呢 听起来有些古怪 但这不是问题 重点是他可以去辽东找赵浪了 孔甲缓缓地呼了一口气 原先想要推举赵浪的计划失败 他也有些烦闷 现在大乱在即 儒家该要抓住这次机会了 他也该向赵浪表露自己儒家之手的身份了 他老了 之后行走天下 为儒家在乱世中寻求机会的任务 要落在赵浪身上了 至于赵浪是选择大秦 还是选择其他 那是赵浪自己的事情 很快 孔甲就离开了这里 此时 一匹快马也和他匆匆交错而过 进入了皇宫之内 皇宫里 秦始皇已经接到了赵高的回报 哼 孔甲就这么走了 也不嫌 看在他一心为了浪儿的份上 也就算了 秦始皇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孔甲这次动作算是表明心计了 也就是说浪儿儒家之手的位置算是稳了 如此一来呢 农家一家儒家三家之手已经是铁定的了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就在此时 一名黑兵卫走了进来 陛下 辽东阿福来报 秦始皇眼睛一亮 呈上来 这么久了 阿福总算是回信了 很快 他就看完了福伯来信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赵高看到这一幕顿时笑道 陛下 可是有了公子浪的消息 浪儿数日前 就已经出发前往武关了 赵浪这次的选择说明 他心里边有他这个爹呀 毕竟这时候从辽东到武关那可不容易 赵高心里想着果然如此 公子浪的心中啊 还是挂念陛下的 不过 武关路途遥远 倒也不着急 阿福说了 浪儿中间是坐船来的 然后从东郊郡 快马直接去武关 数天之内就会到了 命黑兵卫准备好 朕这次要私下出宫 李斯 你留下坚果 吉人顿时应试 几天后 傍晚 卫国故地 一队快马从道路上急驰而过 一路马不停蹄 到了一座县城前 奴 天色不早了 我们今天入城休整一番 赵浪对一旁的奴说道 很快一行人从城门而入 进了城之后 奴说道 主人 现在入城都已经不用查验身份了 赵浪微微点头 无论是在咸阳还是辽东 进入县城都要查验身份 这说明南方各郡县的实权 其实已经落入了六国遗族的手中 先不管这些 去找一家客栈 早些休息 明天一早就出发 赵浪吩咐道 这么赶时间 就是为了尽早到达武关 顺便呢 提前看看情况 要不然总是不放心 很快 一行人打听清楚了客栈的方向 然后朝着那边走了过去 踩走了一段 就看到路上有一支队伍被人围起来 一道声音远远的传来 伤姑娘 我家主人请你们这些伤人 那是抬举你们 可千万别不知道好歹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六集 商言二看着面前的壮汉 眼中满是寒意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是不会和你们主人合作的 他原本一直在辽东的边界之间行商 有天神部落作为底气 生意做得极为不错 只是后来照浪控制了盐厂 开始产出血盐 血盐很受各个贵族的喜欢 价格极高 利润自然也大 他才带人往南走 因为血盐再好 现在整个天下也只有这些贵族享用得起 谁知道被人给盯上了 原本只要说有辽东秦军将军撑腰倒是没事 可现在局势大变 南方的各个贵族几乎是明目张胆了 秦军的名号也不好用了 壮汉听到这话露出了一个冷笑 商姑娘 我家主人邀请了你数次 你却一次都不见 你不过是个商人女子 总是要找个依靠 对你呢也有好处 这一次你贱得贱 不贱也得贱 说完大手一挥 就有人围了上去 商队里边有人想要反抗 但是这些人微微露了一下身下的武器 大伙顿时就不敢动弹了 现在反抗 徒增伤亡 很快整个商队的人就被控制住 壮汉冷哼一声 不识好歹 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就知道厉害了 他转身就准备带人走 看着周围围观的人群 丝毫不虚的说着 看什么干 都给我一边去 看着凶神扼杀的壮汉 周围人都纷纷让开了 他这才大摇大摆 带人离开 等那壮汉走了之后 周围的百姓才说道 这是什么人 怎么敢如此唱卷 城中的官府 怎么进来也不管了 当皆如此 这在大秦可是要被流放的 小声闲 这些都是楚帝来的 听说是来支持内卫的 现在官府哪还有心思管这些呀 听说是皇帝说是生病 其实早已经 现在金臣赵高当政 公子胡亥也藏在了深宫 这世道要乱咯 就在这时 人群中的奴对赵浪说道 主人 那不是伤 先去客栈 不等对方说完 赵浪抬手打住了对方的话 对一旁的小六说道 跟着 小六点点头 就带着一个人 跟上了才离开不远的队伍 赵浪则是带着人 一路到了客栈 到了房间之后 奴才继续说道 主人 刚刚的那商队的领头 是商姑娘啊 她怎么被楚人定上了 赵浪微微想了一阵 大概明白了其中的事情 无非就是怀避其罪嘛 不要紧 等小六回来 我们就知道是谁了 她刚刚之所以没有出手 是因为他们才进城 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贸然出手 只会把自己放到不利的位置 所以呢 她才让小六先去摸清楚情况 反正天眼已经快黑了 到时候 他们再行动就是了 就当天色见晚的时候 小六敲开了赵浪的房门 主人 查清楚对方的位置了 是楚人 但是庄子里面防备森严 我们只是在外面看了看 没有进去 她很快将情况说明 赵浪听完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些人极为张扬 都没有隐藏一下自己的想法 又是楚人 应该是相事的人 赵浪也没迟疑 换衣服 我们走 奴 你留在客栈里 看好其他人 奴的武力还是一般 这种事情 带上小六他们就行了 很快 夜色下的房顶上 多出了几个人 此时 一座守备还算森严的庄子里 会客的房间内 相良正在和一个气度不凡的壮年说话 魏王 此次骑士之后 魏帝将会是我等与报警交战的重地 而行阳城 首当其冲 我等必须要做好准备 壮年人自然是魏王舅 魏王舅略微的沉思了一下 向将军 此地还有抱擒了不少来自关内的秦军 而且侧面的三川军 由丞相李四的儿子李游镇守 贸然起事 恐怕会被负受敌 来自关内的情人都是老情人 不会跟着他们起事 相良此时笑道 魏王不必担忧 这些秦军将是我等起事后的第一攻击目标 断不会让魏王陷入两面夹击之中 而且骑士之后 我等便会顺势向北 一路从定讨打过去 看着相良信心满满的样子 魏王舅眼中闪过了一丝阴霾 现在还没起事呢 相良就这么自大 恐怕前路难测呀 但他也不好说什么 他虽然是魏王之后 但是魏王室实力削弱 现在必须要仰仗向氏才能够负起 等站稳了脚跟 再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于是回道 相将军所言极事 本王一定遵从 相良顿时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 他这次来魏帝 就是为楚国设定屏障的 现在他手里边 已经集齐了楚齐韩魏四国的郡主 都是以向氏为首 相氏其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六国盟主 当然了 这里边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障碍 那就是楚王雄心 现在楚人家族多是冲着楚王来的 自己将对方立为傀儡的做法呢 多少已经让众人颇有微词 好在楚王识相 反而是帮着他们说话 这才平息了事端 但这总归是一个隐患 这次相氏启示 耗费了那么多心血 怎么可能干拘于别人之下呢 只能等待一个时机把自己的侄子向羽推出来 既然老一辈的楚人忘不了楚王 那就让羽儿带着年轻人做出一番大业 由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称霸 好在羽儿也极为争气 上一次在与孟泽刺情的时候 几乎是以一人之力 就差一点撼动了整个清军的防线 早就已经是江东子弟心目中的神人了 哼 试问年轻一辈中 还有谁能跟项羽相比呀 想到这儿 项梁心中却是突然浮现出赵浪的身影 微微摇头把这个念头赶了出去 赵浪虽然强 但是根基不稳呢 赵帝被三十万秦军看得死死的 断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就在此时 一名壮汉走了进来 叔父 那商家的女子已经关了一个时辰了 您要不要去看看 项梁看到壮汉笑着说道 哈哈 壮儿来了 也好 你在前面带路 为王不如随老夫一同去会会这 柱子百家之人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宇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七集 项将军 您抓了朱子百家的人 听到这话 魏王就有些惊讶 朱子百家的名声 虽然说没有在战国时期 那么显赫了 可他们势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项梁居然把他们给抓了 项梁此时笑道 哈哈 庄儿说得太快了 魏王方才可能没有听清楚 我们这次找到的是商家的人 商家 魏王就顿时了然 商家在大秦早就已经没落了 项将军 怎么会突然和商家之人起了冲突 项梁想了想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问道 魏王这些时间可听说过 血盐 提起血盐 魏王就顿时点头 下面的人 有送过一些给本王 此言细如沙 白如雪 实在是奇物 就是这价格太过高昂了一些 本王也不能经常使用 魏王既然喜欢 到时候我让人送一些过来 不过今天 本王确实找到了 南方雪盐的来源 就是这商家之人 对方说是请 其实就是看中了商家的钱财 不过他倒是没有太过在意 现在他的身家性命都压上去了 商人的得失也就顾不得了 很快 一行人就朝着房间走去 此时 庄子外围的屋顶上 几道黑影落在上面 招浪看着庄子的防卫不由的皱了皱眉 整个庄子护卫极严 难怪小六他们都进不去 小六 你们在外面接应我 我去里面看看 说完也不等小六他们拒绝 招浪身形一扭 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看到小六几个人懵了一下 自己家这位公子 论起前行 怎么比自己这些黑兵卫 还要专业呢 夜色之中 招浪回忆着庄子的布局 朝着最有可能 关押人的地方摸了过去 路上遇到几对巡逻的 都被他避开了 特种兵的掩盖行踪的技巧 他是很熟练的 一路到了地方 看了看还亮着灯火的房间 招浪轻手轻脚地摸上了房顶 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向将军 想要和小女子合作 就适用的这等方法 商言而看着面前的向良和魏王秀 他现在才知道 这一路为难自己的原来是他 可笑自己之前在处地的时候 还见过对方 更送上了一些钱财 面对商言而冷嘲热讽 向良却是丝毫不在意 他不是年轻气盛的项羽 早就已经经历了世事 只要能让项氏显赫 他就算生死 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于是淡然说道 商家之人果然是会成口舌之快啊 不过 商姑娘与其想着如何脱身 还不如想想如何与老夫合作 毕竟在这里 你不会以为还能有人来救你吧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巧舌之变其实极为无力 商言而眼中闪过了一丝绝望 他知道向良说的没错 这里是为国故地 他没什么依靠 只是他不由地想起了赵浪 可是赵浪远在千里之外的辽东呢 怎么也不可能救他 缓缓地呼了一口气 商言而选择了妥协 反正这也是商人最常做的事情 向将军想要什么 听到这话 向良顿时露出了一个笑容 商家人果然是识识误 本将军的要求也很简单 血炎之力 本将军要欺成 商言而都快被弃笑了 七成 血炎珍贵 而且如今只有咸阳和辽东有产出 路途遥远 获利本就不多 您一开口 就要七成 你旁的魏王听得都有点脸红 向良这个要求确实是过分了 向良却是脸色都没变一下 七成已然是本将军 对你商家的恩惠 大便在即 你商家就犹如无根扶平 钱财再多 无论是在大秦眼里 还是在我等眼中 都不过是一只待在高扬而已 如果商姑娘不同意 本将军便让儿等商人看看乱世之下 商人的下场 他不紧不慢说着 商言而顿时默然 因为对方其实说的没错 乱世之中 商人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只能依附强者 但是商言而不想依附他 现在先把他稳住 等到自己离开了再说 大不了暂时不做血盐的生意 看着商言而变换的神色 向良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不屑 商言而浑身一颤 眼中闪过了一丝绝望 他没想到对方居然 堵死了他所有的路 然后突然 他就看到向良等人身后的房顶上 长出了一颗熟悉的脑袋 如果是之前 商言而早就放声大叫了 好在有了之前在草原上的经验 所以神情只是微微变化了一下 心里边却是瞬间安稳了 虽然说刚刚的速度很快 但他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 有他在 自己一定安全 有了底气 商言而很快说道 此事事关重大 还请向将军给小女子一些时间 明天早上再答复您 向良也知道自己提出的要求极为过分 看了一眼商言而这才说道 说完就带着人走出了房间 房门外却是留下了两名看守 等人走了以后 商言而很快熄灭了灯火 外面看守也没在意 只要对方不出房间 他们就不管 商言而站在黑暗的房间里边 微微的有些紧张 随着一声轻微的响动 商言而知道对方应该已经从房顶进入了房间了 果然没过多久 一只陌生又熟悉的手 扶上了他的背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八集 他知道对方当然不是借机轻薄他 而是要在他身上写字呢 很快他手就动了起来 商言而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因为门外就是看守 他绝对不能发出任何异响 慢慢地体会完对方的字 商言而也在对方手心点亮下 表示赞同 随后对方就重新离开 等听到房顶传来的两声轻响 商言而打开了房门 门外两名看守瞬间警惕地看向商言而 商姑娘 主人有令 看守的话还没说完呢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将两人打晕在地 然后快速拖进了房间 关上了房门 公子郎 商言而此时才兴奋地低声说道 赵郎这时候哪有心思跟他叙旧啊 高早 我商对的人 我会留下赵郎的标志 他们不敢随意乱动人的 他早就已经和向良挑明了竞争关系 还不如直接亮明身份 赵郎 商言而微微一正 心中一动 公子郎是想把这事 嫁回给赵郎 公子郎果然是好计谋 经过了这么久的造势 现在就连市井之人也隐约知道 六国王室父亲在即 只是还有最后一层杀没有揭开 赵郎的做法可谓是一石二鸟 既可以保全商队的人 又可以让对方和赵王产生矛盾 毕竟就算是要求证 也是需要时间的 赵郎淡淡地说道 本王就是赵王 商言而直接愣住了 赵郎没有耽搁 带着他朝庄子外围走去 很快就停了下来 这外围的防备反而比较严 带着商言而也不能从房顶出去 在这儿等我呢 他把商言而放到了一处角落 然后准备翻身上屋 得去让小六他们弄出点动静来 然后趁乱带人走 他连皇宫都出来了 这儿不过是一座庄子 给他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商言而见赵郎要走 心里边有点害怕 下意识抓住了赵郎的胳膊 赵郎也没责怪他 一个商人而已 面对这种事情能保持冷静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轻轻拍了拍他手 赵郎安慰道 我会回来的 商言而现在是血盐的主要经销商 还有辽东的收益也是靠着对方 就现在合作这段时间 早就给他带来了大笔收益 这都是钱呢 他怎么可能把对方放在这儿 让他嫁给向庄呢 必须带走 商言而听赵郎的话 感受着赵郎手中的温度 脸上微微发烫 我信你 他虽然说不知道赵郎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但是对方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 就证明他之前想的没有错 赵郎心里边有他 很快 赵郎就翻身上墙 消失在了墙头 没过多久 庄子的另一个方向 响起了一阵喧哗声 紧跟着无数护卫路过商言而所在的角落 朝着那边跑了过去 商言而死死地捂着嘴巴 不敢发出声响 此时 一道身影抓住他 他身体一紧 闻到那股熟悉的味道 又瞬间放松下来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不会因为这事发出声响的 但是下一瞬 他心中一动 就直接抱住了对方 公子郎 爷儿受了惊吓 特有些软 赵郎也没多想 直接把人抱起来 然后顺着空档出去 和早就在外面接应的小六他们会合 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 此时庄子里 向良一脸寒意地站在院子里 看着过来回报的护卫 将军 没有抓到人 会不会是哪里来的蠢贼 如果只是蠢贼的话 他逃不过我的人 其他地方都回报了吧 都回报了 那群商队的人也都在 也没有东西世界 向良皱起了眉头 很快他就想到了什么 带着人朝着关押 伤炎儿的地方走去 看到门前没有护卫 向良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进门看到了倒在地上的两个护卫 护卫的身上还有一块写着一个醒目大字的布博 赵 向良喊声说道 找了 来人 给我连夜搜查全城 听到这话 一旁的卫王就连忙劝道 向将军 如今还不能张扬啊 现在他们还没起事呢 一些准备还没做好呢 这么大张旗鼓搜寻对方 必然会引来秦军 这里毕竟还是大秦呢 向良很快冷静下来 更想清楚了对方留下印记的意图 但越是如此 他就越是愤怒 赵狼 欺人太甚 只是此时他只能愤怒 至于那些留下的伤队的其他人 杀了他们也没有任何作用 对他们这些上尉者来说 杀人不是目的 是手段 明天就把上队的人都放了 把所有的货物留下 让他们带话回去以后 在南方经商 我要收三成利润 作为赋税 向良阴沉着脸吩咐 事已至此 只能是尽量挽回损失了 一旁的卫王就却是微微陷入沉思 他虽然说没和赵浪见过面 但是听过赵浪的名声 毕竟对方在刺秦那天晚上 直接杀了同宗的赵歇 当然了 大家都知道是赵歇想要偷袭在先 只是从这件事情 大致可以看出赵浪的手段和谋略都是一流 如果有机会 他倒是想跟对方认识一番 相识一族还是太过骄纵了 此时赵浪已经带着人回到了客栈 却发现自己房间里边多了几个人 奴 骇 曼 都在这 主人 两位担心您 所以在这里等待 胡还看着赵浪一身的夜行衣 带着几分埋怨说道 浪哥 你出去浪又不带我 盈盈曼则是一眼就看到了 紧紧跟在赵浪身边的伤眼儿 心情有些复杂 他当然还记得对方了 只是之前有些看竞争对手的意思 这一次他心境已经不一样了 甚至有些怜惜对方 他可是知道赵浪的身份 以后那肯定不止一个 直接走过去拉住了伤眼儿说道 盈儿姑娘今晚就和我一间房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宇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三十九集 让伤眼儿和曼在一个房间 赵浪当然是没什么问题 虽然说还有些问题想问问伤眼儿 但是现在不是好时候 而且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这里 就算向良不敢明目张胆地 大肆搜捕 也完全可以暗中进行 今天都早些休息 明天一早就出发 听到吩咐 众人很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些天 他们都是这么一路奔波来的 早就已经习惯了 奴流在最后 准备离开的时候 赵浪问道 商队里面有没有蛛网的人 从近期来看呢 赵浪自己暂时是没什么时间 来弄商业上的事情 但是无论哪里都需要用钱的 既然这样的话 商言儿这边就有用处了 只是商人唯利是图 反复无常 赵浪不敢跟他们谈感情 还是小心点好 奴看了一眼商言儿离开的方向 见对方已经离得远了 然后才说道 主人 旺财管家之前和商队交易的时候 就已经暗插了一些珠网的人手 只是时间还短 还没有能打入到商家内部的 赵浪有些遗憾地皱了一下眉头 但也没法苛责 给他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来了大秦以后真的是一刻不得闲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时间慢慢取得进展的 然然继续更新就好了 赵浪挥了挥手吩咐道 奴犹豫了一下才点了点头应试 这当然没有逃过赵浪的眼睛 但然然说道 说 主人 其实对付商家之人还有一个极为快捷有效的办法 有办法 你藏着做什么 说 主人 商姑娘如今似乎是商家行走天下的人 她既然能以女子之身做到这些 才能肯定不凡 而且 说重点 赵浪当然知道商言二的才能了 要不然也不会想着跟他合作 奴顿是极为干脆的说道 主人 商姑娘再有才能 也是一名女子 女子就会有丈夫 如果您能拿下商姑娘 那商家也就在您的掌控之中了 对于自家主人对女子的吸引力 奴是很有信心的 更何况赵浪刚刚带人回来的时候 那商姑娘都快挂到自家主人身上了 要说对方没那个心思 那奴都不信 听到这话 赵浪却是微微一愣 没好气地说道 这就是你的办法 那我以后如果想要收服谁 是不是就要找个对方的女性 然后把对方拿下 奴眨了眨眼睛 这个办法呢 也没什么不好的 连姻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为不错的办法 刚一想说话呢 就听赵浪说道 滚 奴政要滚出去呢 就听赵浪又说道 这次去了云梦泽之后 从农家里面吸收一些人手进猪网 用来探听消息 如果这座县城里边有猪网的人 只要他们一进城 就能够了解到城里的情况 那一切就会简单很多了 奴点头应试 然后退了出去 赵浪默默地在心中算了一下路程 再有几天 他们就能到了 每次需要赶路的时候 赵浪就会不由地想起来白老 也不知道对方那大顶煮得怎么样了 有生之年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蒸汽机 青铜蒸汽机 赵浪有些哑然失笑 也不再多想 休息吧 第二天一早 天才蒙蒙亮 赵浪就带着人一路急迟出了城门 等他们走了以后 才有一队人马姗姗来迟 守在城门附近 似乎是在找寻什么人 当然了 他们注定一无所获 几天后 武关前 武关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奇特 南边是一片坦途 北边是极为险阻 秦仁得到武关之后 沿着地形修筑好了武关 是实实在在的一手南弓的关爱 战国的时候 秦军得到了武关 也就是得到了战争的主动权 武关也就是咸阳的门户界限 这也是为什么对方会选择这里的原因 主人 我们现在进去吗 奴看着守备森严的武关 心里边也有些犯触 这大秦的威严在这里显露无遗 赵浪摇了头 不急 我们已经提前到了 先看好周围的地形 他之所以这么赶路 就是为了提前到这儿踩好点 总不能把自己的安危放到别人手里 奴点点头 很快跟小六带着人四散而开 他们要去找武关的突破口 当然了 武关的突破口不是那么好找的 要不然当年早就被人攻破了 只是赵浪不一样 这一次他带了一些黑火药 别人眼里的坚不可摧 对他来说也许可以试一试 赵浪也带着商言二几人在周围溜达 打量着周围的环境随口问道 怎么样 这几天还好吗 商言二脸色有些过度劳累的苍白 有曼姐姐照顾 我没事 这几天马背的生活那可不好过 不过奇数倒是长进了不少 赵浪点头也没有过于纠结 这种非常时期 吃点苦也正常 几个人随意聊着 赵浪也正好趁这个机会 问了一些商队的事情 等到傍晚的时候 奴和小六就带着人回来了 没有在外面过多逗留 赵浪带着人去到了武关外面的一座驿站里 这些驿站呢 只接待和官方有关联的人物 赵浪还有秦军的身份 所以也不是问题 拿了一处单独的小院子 赵浪这才问小六几个人探查的情况 涛儿 武关防备森严 我们没有找到什么破绽 只能按照您的吩咐 看了城墙外破损的地方 然后准备进了武关之后 再看看情况 小六在长城坐过守卫 对城防还是有了解的 很快就把武关的情况给说了个大概 赵浪也找到了两处 有可能用炸药炸开的地方 具体情况还要进武关再说 当然了 这本来也是最后的防备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用的 明天一早入关 奴 你还是留下来接应我 小六带着人跟我走 其他人 赵浪看向了剩下的人 胡海极为自然地把头挪开 不跟赵浪对视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四百四十集 胡海可不想再来一次 浪哥和父皇在门里 自己在门外的经历了 上次受的委屈 已经够够的了 但是很快 他就听赵浪说道 嗨 你也跟着我一起 听到赵浪的话 胡海的身体 几乎立马就探斗起来 想想上次的委屈 胡海壮着胆子 浪哥 这次进五官 肯定危险重重 你带着我肯定按事儿嘛 我就和大家一起 在外面等你就好了 无妨 这次进去危险性应该不大 而且我也有后手 至于危险 这世道 做什么没有危险 喝水都能枪死人 不经历事情 怎么能够成长起来 赵浪原本是没打算 带着对方的 可是看着对方 躲躲闪闪的样子 反而想带着他 能信任的人 本来就不多 还跟着他出生入死好几回了 忠心肯定是没问题 就是这个性子吧 有点偷奸耍滑 那就只能用点强硬手段了 大丈夫想成点事 不对自己狠一点 那怎么能行的 浪干温 胡海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赵浪却是淡然说道 就这么定了 胡海顿时蔫儿了 只能小声嘀咕 那就算去 这次我也不想待在房间外面了 为何 外面蚊子多 赵浪顿时哑然失笑 看来上次的蚊子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啊 于是摇摇头 行 这次你和我一起进去就是了 听到赵浪答应带他进房间 胡海这才扁起了一下嘴 行吧 赵浪顿时定下了所有计划 反正自己的反贼身份呢 还已经知道了 带着他去见见老爹也好 顺便让老爹把把关 毕竟看过的人多 不过话说回来 他好像还没见过害的老爹呢 这倒是他失礼了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到时候把老爹这些人都换出来就是了 叮嘱了一下之后的事项 众人这才回去各自休息 第二天一早 众人就目送几人进城 公子浪 他不会有事吧 商言二带着几分担忧说道 他知道了赵浪另外的身份 已经从最初的震惊当中缓了过来 盈盈曼带着几分无奈 放心吧 他们不会有事的 五官是大秦重镇 秦军守备森严 这次父皇又来了 赵浪和胡海近家怎么可能有事啊 一旁的奴听到这话 看了盈盈曼一言 因为对方这话说得太肯定了 就好像肯定自家主人不会有任何危险 但是微微怀疑了一下 也就没再多想 因为说不通 毕竟对方的弟弟亥也跟着进去了 只能说这女人对自家主人那是盲目崇拜 盲目相信 可是他也看出来了 这个慢对自家主人的目光那就不对 想到这儿 奴也有些羡慕 自家主人这女人缘是不是有点太好了 此时 赵浪已经带着人来到了五官 和之前经过的各南方郡县不同 在城关处秦军的查验极为严格 当然了 对赵浪没什么太大影响 这些身份凭乘 他都准备了不止一份 辽东的官吏早就被腐蚀了 这些东西不费什么力气 经过查验之后 几人顺利进入了五官 五官内最早是纯军事化的 大秦一统天下之后 这里变成了南方进入咸阳的要道之一 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 所以呢 现在反而是有不少的商铺客栈 先看看周围的情况 不要太张扬 赵浪淡淡地吩咐道 毕竟这里是大秦内部 小六等人很快四散而开 赵浪带着害四处看了下来 当然了 主要是摸清楚这里的地形 好在这里是之前的军事重镇 布局极为简单 没过多久 赵浪就看清楚了大致布局 就等小六他们回来 然后根据情报 梳理出来一条可能逃跑的路线 等这些都准备好了 赵浪才会派人去联络点 通知史皇帝 对方送人过来 也就是几天的时间 他已经把这些时间都留出来了 做人嘛 该稳的时候还是要稳一点的 到了傍晚 小六几个人带着消息回来了 到了一家客栈之后 赵浪才开始询问几人的情况 陶尔 武关里面的防备也很森严 城防的区域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只有两旁远处的山岭可以靠近 明天我们再看看情况 没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通知对方了 第二天 几人照常分头行动 赵浪也准备花这一天的时间 把整个武关的街道大致了解一下 虽然说事情有些繁琐 但是孙武兵书里边说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情报工作有时候比正面战场的作用更大 浪哥 我饿了 胡亥看着兴致勃勃地看了快一个上午的赵浪 不由得出声说道 他才不想做这些工作呢 因为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 赵浪看了一下时间 也没有勉强笑着说道 也好 我们去十四问问近况 很快 两人进了一家十四 找了一个能看到整个十四的角落 赵浪这才坐下 胡亥早就忍不住了 直接点了很多的吃食 狼屯虎咽起来 这些天吃的都是干粮 现在总算能吃点热乎的了 赵浪看对方不管不顾的样子 也只是摇头笑笑 然后开始留意周围的动静 这种十四也能听到不少消息 只是这一次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信息 因为大多是众人在发表对天下局势的担忧 这也说明就连普通百姓也看出来了 这天下就快乱了 赵浪不由得想着 这次使皇帝确实是在玩火 以为抓到了他的把柄就能够操弄天下 却不知道天下大事一旦起了变化 想要牢牢抓在手中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等害吃的心满意足了 赵浪带着人起身离开 今天他还没有把整个地方看完呢 他一站起来 视线中看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慢慢走近了十四 他眼睛猛然睁大 对方怎么会出现得这么早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爹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感觉好牛逼的样子 想知道我爹的身份 什么时候会暴露啊 那就继续往下听